只是看了眼橱窗里风韵犹存的女模特 男人就忍不住两眼放光 迟迟不愿从模特身上挪开 看到这一幕 你那八具的CPU干烧了都没想出到底是为什么 男人名叫菲尔 是病毒大爆发后唯一幸存的男人 他用一年的时间走遍了米国的所有地方 愣是一个活人都没遇到 兜兜转转又回到了那个小且乱的公寓里 在打开窗帘的那一刻 突然恍然醒悟 开着陪他全国游的房车 来到了当地最有钱人住的地方 随机撬开了其中一栋 正式开启属于他的奢靡生活 几千万的名画挂满屋 无价的恐龙画室餐桌上放 各种价值不菲的明星纪念物满屋百 可当夜幕降临后 躺在床上的他也陷入了迷茫 虽然过上了奢靡的生活 但没有女人终究是觉得缺少了什么 便开始向上帝祈祷 希望能变几个女人出来 认真一想又觉得自己有点贪心 赶紧改口说一个就行 不知道上帝会不会被他的真诚打动 一二天一早 他来到超市零元购 吃的喝的一律不看价格 疯狂往购物车里装 很快购物车里就堆满了 这时他余光瞥见了一旁的蝶片区 瞬间被摆放在最显眼处的爱情动作片所吸引 当即露出了邪恶的眼神 接下来的动作应该是美人男人的标准流程 在将蝶片一扫而空后 他才满意地离开了 结果又发现了橱窗里女模特 虽然他的眼神已经出卖了一切 但考虑到内心深处的自尊 他暂时没有做出禽兽之事 可一到晚上 寂寞又再次袭来 孤独的心需要安慰 既然女人得不到 那就玩些没玩过的东西 第二天一早 他便在超市门口玩起了保龄球 一开始还算正常 可玩了会觉得不够刺激 便搬来一堆鱼缸 这要放在以前 家里没个亿万家产都不敢这么玩 但如今菲儿想怎么搞就怎么搞 想怎么刺激就怎么刺激 这不又玩起了汽车对对碰 在爆炸的那一刻 他总算是感受到了些许的刺激 但随着时间一天天地过去 这种疯狂的生活已经给不了他任何刺激 每天就像行尸走肉般活着 似乎生活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为了给自己解闷 他开始把球当人 可球毕竟是球 无论你说得再多 也得不到任何的回应 时间一久 菲儿还是陷入疯癫 当他再次经过那个橱窗时 他再也忍不住了 用枪打破玻璃 爬进去和美女模特聊了起来 诉说着这段时间的无奈 可突然地握手 又立马将他拉回现实 假人就是假人 自己还得独自面对这个孤单的世界 在价值几十万美金的酒水里泡了一夜后 他似乎还是找不到活着的意义 最终决定自杀 在一块巨石上留下自己的名字 以及出生日期和死亡时间 最后和那些球做个告别 在做完这一切后 开着皮卡急速朝巨石撞去 就在离巨石几十米处 他好像看见了什么 一脚急杀停在了巨石头不足一米处 然后迅速爬到车底 确认自己没有看错后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了过去 眼前的景象让他一时不敢相信 在看到挂在一旁的文凶石 更是一脸震惊 再三确认后毫不犹豫地上手了 那变态的动作简直无法形容 大家就自行感受吧 就在他激动万分时 身后突然出现一女子 大声咳了两下 这久违的声音 像是锋利的子弹 瞬间刺破菲尔的身体 再愣了一会后直接晕了过去 等他再醒来时 已经在一位美女的怀里 一问才知道 他是根据自己留的信息找过来的 这可把菲尔高兴坏了 一想到接下来的日子 有美女相伴 她甚至连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 美女也毫不吝啬地夸她的声音好听 言外之意就是长相令人担忧 而菲尔很有自知之明 利用声音的优势唱起了歌 美妙的歌声很快就吸引了美女 情不自禁地亲吻了上去 然后突然变成在做人工呼吸 搞得菲尔一头雾水 原来刚才都是梦 美女也根本不存在 有的是长相一般 身材一般 混入人群你都认不出来的大众脸 一时无法接受的菲尔 不停地询问美女去哪了 在女人的一番解释下 她才意识到刚才只是个梦 激动的她开始张牙舞爪 吓得女人掏出枪自卫 在菲尔一番卖力的解释后 女人这才卸下防备 就这样美国最后一个男人 和最后一个女人正式认识了 女人名叫玛丽 逢是辣椒厂的基层员工 整个聊天过程双方有说有笑 随后菲尔更是带她到自己的住处 按着杂乱不堪的房间 玛丽少不了要教育她下 等看到满地的爱情动作片后 玛丽再也忍不住了 抱怨到如果你能少看两步 房间也不至于这样 菲尔没有和她争辩 直接将她送了回去 显然她对玛丽很不满意 即使米国只有一个女人 她也不愿和玛丽一起 但玛丽坚信这是上帝安排好的 即使菲尔看上去拉她倒不行 她也还是要努力靠近 因为两人肩负延续米国香火的使命 然而她的出现让菲尔非常的不适应 为了逼玛丽离开 菲尔告诉她我们绝不可能在一起 但玛丽不会轻言放弃 她会按上地的指示走下去 十大体的玛丽只能硬着头皮上 用自己种的西红柿来勾引菲尔 她表面上装作很淡定 可晚上就偷偷跑到玛丽的菜地里一顿狂炫 第二天一早玛丽就找上了门 面对质问菲尔死不承认 可那满脸的残留物早已说明一切 失落的玛丽拖着受伤的脚一瘸一拐地离开 面对菲尔的关心 她表现得很决绝 只为让她开始内疚 眼看效果不是很明星 玛丽也开始放飞自我 将喷泉池当做厕所 没想到就是这个举动 让菲尔深受刺激 虽然她自己可以这样 但她不想看着玛丽也这样堕落下去 于是她终于做了件男人该做的事 准备把水接到住的地方去 别看她整得很专业 其实啥也不懂 全都是现学现用的 好在最终还是完成了 回去后她还连夜帮玛丽的菜园 做了全自动喷水系统 面对玛丽的质问时 还故意装作不知情的样子 但那拙略的表演 一下就被玛丽看穿了 借着这件事 两人第一次共进烛光晚餐 这么好吃的美食 外加这么浪漫的氛围 当然要发生点什么 玛丽也没有拒绝的理由 但她提了个要求 那就是两人必须先结婚 菲尔一听很是生气 激动地和玛丽争论了起来 最后更是跑到阳台透气 待了好一会才回来了 这时的她已经想清楚了 当即跪下向她求婚 在一番不是很感人的表白下 玛丽答应了她的求婚 并将婚礼定在了明天 第二天一早 玛丽就开始全心全意地 布置婚礼的有关事宜 而菲尔则在享受她的单身派对 拿着一把喷火枪各种烧烧烧 直到玛丽不停地呼叫她 才让她不得不提前停止派对 在去教堂结婚前 她还特意来和自己的前女友告别 向她介绍了未婚妻玛丽 随后怀着激动的心情 来到玛丽精心布置的教堂 根据录音机提前录好的话 正式开始了婚礼 每一个环节玛丽都留了足够的时间 可没想到轮到菲尔表白时 她却只来了据你是个好人 剩下的时间两人就尴尬地站在那里 等待下一个环节 然而乔尔却没有准备戒指 这让玛丽很是伤心 自己为婚礼付出了这么多 她却连个戒指都不愿准备 越想越气的玛丽直接转身离去 意识到她真的生气后 菲尔赶紧去家里找她 可无论她怎么喊都没人开门 菲尔担心她想不开 便用锤子砸开大门 当看到玛丽精心准备的一切 菲尔瞬间后悔不已 开始到处找她 最终在超市找到了她 为了挽回玛丽 菲尔深情地说道 一开始我总觉得我们不适合 可当你离开后 我却开始担心你的安危 等我回家看到那精心布置的一切后 我发现自己似乎喜欢上了你 在菲尔的深情表白下 两人重归于好 这次她直接带着玛丽来到珠宝店 将喜欢的戒指洗劫一空 然后到教堂完成婚礼 随着第一次亲吻结束 两人正式成为了夫妻 这是末日夫妻日常的消遣项目 不得不说两人已经玩出了新高度 可成天这么晚也会厌倦 于是菲尔带妻子来见前女友 没错就是这个橱窗里的美女模特 虽然是个假人 但粗意十足的玛丽还是不愿放过她 直到将她拆的七零八落 这才心满意足 原以为两人就会这样安静地过完余生 怎料一次意想不到的车祸 竟让他们发现了第三个活着的人 而且还是一位大美女 美女的出现必然会对两人的夫妻关系 产生严重的影响 当美女发现车里还有人后 菲尔这才想起了玛丽还在车里 在将她扶下车后不久 汽车就发生了爆炸 左心大家都逃过一劫 随后坐着美女的车一起回去 为了离美女近些 菲尔放弃了后面的豪华座位 选择坐在副驾 眼睛一刻也不愿从美女身上挪开 后排的玛丽也看出了不对劲 赶紧表明了两人已婚的事实 菲尔想要阻止 却不知如何开口 眼看玛丽不停地提到结婚的事 菲尔只好将帘子拉上 这才获得了片刻的安静 在参观了菲尔的房子后 劳拉有点困了 想找个地方睡一觉 菲尔当即提出自己这可以睡 玛丽知道菲尔的小心思 当即强调你可以随便找栋房子住 言外之意就是不能住菲尔这 劳拉当然明白 可菲尔却主动让她住着 这下可惹怒了玛丽 不停地抖出菲尔的糗事 以此贬低她在劳拉心目中的形象 为了快点结束这场闹举 劳拉主动去其他地方休息 但不死心的菲尔则邀请她共进晚餐 玛丽当即表现出不悦 菲尔赶紧解释道是我们一起吃饭 很快到了晚餐时间 为了给劳拉一个良好的形象 菲尔剃掉了留了几年的胡子 瞬间年轻了十来岁 她这在明显不过的小心思 是个人都能看出来 以至于晚餐时玛丽一直阴阳怪气 劳拉一刻都不想多呆 吃完饭就匆匆离开了 当晚菲尔以身体不是拒绝了 在她追上去时 突然劳拉变成了玛丽 原本的春梦也变成了噩梦 死性不改的菲尔第二天 还送了辆车给劳拉 却可把玛丽气坏了 当即让她过来休门 不情愿的菲尔也只能硬着头皮休 在休门期间 劳拉主动来找她 邀请他们一起去自己那共进晚餐 菲尔爽快地答应了 可她却没有告诉玛丽 只身前往劳拉呢 并以玛丽不舒服为由搪塞了过去 几瓶酒下肚后 劳拉已经有点晕了 但菲尔还在劝她喝 简然是想酒后发生点什么 没想到劳拉却突然说到 我也想有个老公 可惜如今只有你一个男人 而你又结婚了 我已经没机会了 听到这里菲尔激动不已 立马表示要离开下 转头就来到玛丽着 想要跟她提出离婚之事 显然玛丽也知道她来这的意图 所以一直不给她开口的机会 无奈的菲尔只好另找时间 当她准备离开时 玛丽来了一句那扇门 就像我们的婚姻 修修补补还能继续 没想到话音未落 门就差点散架了 真是连老天都不看好两人的婚姻 虽然菲尔和玛丽已经结婚了 可仗着只剩她一个男人了 她竟想把劳拉也娶了 但明目张胆地这么做 又怕老婆不同意 也怕劳拉会有顾虑 思考再三后 她决定采取委婉的手段 先去找了劳拉 通过几个小问题 侧面打探她的思想是否足够开放 又是否支持人类的繁衍计划 在得到满意的回答后 菲尔转身就找玛丽去了 到她这上演了一出苦肉计 从一进门哭声就没停止过 只为表现出很伤心的样子 在酝酿的差不多后 突然抛出一个问题 你希望以后我们的孩子互相结婚吗 在得到不愿意的回答后 菲尔开始了计划的第二步 提出解决方案 那就是同意自己和劳拉生孩子 玛丽一听可不乐意了 但听完菲尔的解释后 又觉得好像是这么个例 一时捋不清的 她只能让菲尔给自己点时间 她需要好好想想 先夸她是个好老婆 接着又表示会陪着她一起面对这些 一下子让玛丽感受到浓浓的爱意 然后又表现出不着急的样子 说给她时间好好思考 最后是一记强心针 再次强调你愿意看着我们的孩子互相结婚吗 这一系列操作下来 已经狠狠将玛丽拿捏住 可万万没想到菲尔提了句劳拉也不希望 瞬间让玛丽粗意大发 质问她是不是已经先和劳拉谈过了 菲尔赶紧解释没有 只是通过日常观察 觉得她也会这么认为 面对着牵强的解释 玛丽根本不信 一口咬定菲尔是个下流的人 菲尔继续嘴硬地解释着 可没想到越解释越乱 一句她也很饥渴 更是彻底惹怒了玛丽 认定劳拉要跟自己抢男人 一气之下将菲尔赶了出去 不一会劳拉就气冲冲地找上了她 质问她是不是跟玛丽乱说了什么 此时的菲尔还想装傻 但一眼就被劳拉看穿了 就这样一天之间 她连续得罪了地球上仅剩的两位女士 显然菲尔也意识到自己做错了 于是搞了个赔罪晚会 结果两人都没来 即使没有观众 她也要继续演下去 不一会劳拉出门了 菲尔以为是自己的真诚感动了她 不料她并不是来看演出 而是去找玛丽道歉 在她一番真诚地表达后 玛丽原谅了她 随后两人认真商量了下 红溢了菲尔和劳拉上床 但仅仅只是为了繁衍后代 这让菲尔有点始料未及 迟迟不敢相信 直到听到玛丽提出要求 她才相信了 一个月两人只有三天可以同房 每天最多三次 菲尔一听不乐意了 可又不敢反抗 便问一次八小时可以吗 玛丽很是无语 好心提醒她悠着点 毕竟你肩负着繁衍后代的众人 在一切都说定后 菲尔便迫不及待地计划第一次同房 为此她不仅准备了烟花 还准备了吉他弹唱表演 眼看男人就要得到心心念念的美女 一辆跑车却不合适一的出现 更可惜的是 从车上下来的还是一个男人 让菲尔这个当了一年多的 最后一个男人的称号不复存在 同时和劳拉的造人计划 也不得不搁铁 气不打一处来的菲尔 立马回去找老婆抱怨 玛丽还以为她良心发现 结果却是因为没有得到满足而生气 在听到又来了一个男人后 玛丽显得非常开心 因为这意味着菲尔不必再去和劳拉同房了 可菲尔却非常不开心 并一口咬定 劳拉不会喜欢那个胖子 玛丽才不管这些 她现在只想撮合两人 没想到菲尔竞搬出了人性一词 认为玛丽强迫劳拉和胖子生孩子是不人道的 看她那激动的样子 玛丽算是看出来了 菲尔这是不想失去和劳拉同房的机会 眼看老婆很是不满 菲尔赶紧狡辩 说自己只是不想强迫别人 随后带着老婆去见维德 四人坐在沙发上谈天说地 这久违的热闹感 让大家都很开心 唯有菲尔一直闷闷不乐 不停打断劳拉和维德的聊天 甚至还拿维德的身材来说事 结果却适得其反 让劳拉对她更反胆了 而维德一点也不介意 继续说自己的悲惨童年 不由得让人产生怜悯之心 因为周车劳顿 维德大概讲了讲 就准备去睡觉了 劳拉则紧随其后离开 徒留菲尔在那身无可恋 为了给维德和劳拉提供相处的机会 玛丽组织了末日后的第一次交友 然后在即将出发时 故意装出呕吐的样子 这样就有理由不去了 可菲尔不想给两人独处的机会 嚷嚷着要去 机智的玛丽来得去 你不得留下来照顾生病的我 菲尔这才不情不愿地留了下来 安慰自己两人擦不出火花 不料情况却完全出乎了她的意料 两人像情侣一样玩得不亦乐乎 差点给菲尔痴疮都气出来了 第二天玛丽又组织大家一起打网球 为了让维德出球 一到球场 菲尔就让维德一起脱衣服 显然是想拿她那肥胖的身材说是 可谁曾想衣服一脱 大家都被她腰间的那道伤疤所吸引 一问才知道这里有个感人的故事 维德在13岁时 为了就一位肾衰竭的同学 主动捐出了自己的一个肾 原本手术已经圆满成功了 可不料后期出现了排斥反应 最终那位同学年纪轻轻就走了 每每聊到这个 维德就忍不住落泪 只好到外面冷静下 劳拉因为担心她也跟了出去 菲尔见状也死皮赖脸的跟了过去 不想去看到两人亲吻的画面 简直是想死的心都有了 晚上借着酒精她鼓足勇气去找劳拉 但却一直在说胡话 直接被劳拉拒之门外 直到她袒露心扉的说到 之前何求当朋友的事 劳拉这才打开了门 为了确定这是真的 要她带自己去见见那些朋友 当亲眼看到这些球后 劳拉这才相信了 随后两人在酒吧边喝边聊 菲尔终于将心里话说了出来 其实自从第一眼看到劳拉时 菲尔就爱上了她 只可惜两人相遇的时间不对 所以才闹出了后面的这些事 当菲尔问她对自己有感觉吗 在得到劳拉否定的回答后 菲尔先是愣了回 接着为了挽回面子 亲人说刚才那些话是想和玛丽说的 劳拉只好看破不说破 男子终于得到了梦中情人 可让他万万没想到梦中情人身后还有个男人 吓得他大声尖叫 原来这一切只是个梦 可生性多疑的他 第二天还是没忍住去询问维德 想知道他昨晚去干嘛了 一开始维德是不想说的 可耐不住菲尔一直问 他只好不停地东扯西扯 一不小心提到了一句我们 就是这个我们让菲尔猜到他昨晚不是一个人 为了让他老实交代 菲尔先是跟他谈胸论地 接着又各种好话忽悠 这才让他如实交代 当听到他昨晚和劳拉发生了关系 菲尔简直心如刀割 而维德却是一脸幸福 开心地讲起了细节 听着这些暧昧的细节 就像有人一把一把地往他伤口上撒盐 那叫一个生不如死 就在这时劳拉过来了 说是有事找维德帮忙 菲尔一听立马主动请鹰 却惨遭拒绝 理由是这是只有维德能干 气得他牙痒痒 眼看两人又要去缠绵 失落的菲尔如同行尸走肉般回到了家里 内心的愤怒已经达到了顶点 但他又不想被人看出来 只见他静止走到后花园 啪的一声倒在了满是酒水的泳池里 在水里无奈地宣泄着 可这只给了他短暂的冷静 当晚上再次听到两人同房的声音时 他又陷入了不停的抱怨之中 第二天吃早饭时 玛丽又跟他提起了昨晚的声音 气得他直接吃不下饭 但又找不到解决办法 这时玛丽提了句 你还记得自己是总统吗 这话让菲尔恍然醒悟 当晚就将大家聚集到一起 在他很认真的介绍一项新的规定时 维德和劳拉却自顾自的玩耍 这让菲尔很是没面子 只能不停地提醒他俩 这才得以继续说下去 菲尔提出的新规定是 大家可以在板子上留下觉得不适宜的一些事 然后一起投票决定是否同意 一旦同意了大家就得遵守 而菲尔绕了一大圈 只是为了提出同房时声音不能太大这条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除了他自己同意 其他三人都不同意 此事自然就搁浅了 但更让他没想到的是 玛丽会提出让他清理那个满是粪便的勇士 而且大家还都同意 就这样菲尔不得不迎难而上 就在他清理时 劳拉却找了过来 原来他看出了菲尔最近的变化 也知道是因为自己和维德的事 所以特意来找他把此事说开 然而菲尔却一直纠结 也没能和劳拉发生关系 同时后悔当初放了那个烟花 不然维德也找不到他们 劳拉只能劝他往前看 已经发生的事无法改变 好好考虑未来才是重中之重 劳拉的开导并没能让菲尔想开 反倒是让他更易难平 当即去找了维德 以带他去兜风为借口 将他丢在了几十公里外的地方 可想了想又回去接他了 因为这也无法改变现状 回去后他将泳池搞干净了 这么做可不是良心发现 而是想表现自己 因为他觉得只有自己足够优秀 才能重新挽回劳拉 可他最近却和新来的维德打得火热 维德是个憨厚的胖子 看起来也是平平无奇 但却能俘获劳拉的方形 首先是因为病毒大爆发后 整个米国目前就剩他们四个了 正好是两男两女 菲尔和玛丽已经结婚了 而渴望性生活的劳拉只能选择维德 其次是维德有着悲惨的童年 不免容易让人同情 最后是维德真的很能干 似乎没有什么事可以难倒他 凭借着这几点 拿下劳拉也是意料之中 而对此是耿耿于怀的菲尔 正和他的好兄弟们商量对策 之前采用贬低的手段 不仅没能打倒维德 反而让自己被人讨厌 现在他决定树立能干的形象 用独特的魅力挽回劳拉 没想到连老天都帮忙 一出门他就遇到了一头奶牛 这可是稀有之物 为此他特意卖了关子 可当他把大家召集过来后 奶牛却不肯配合 就在大家准备离开时 奶牛又及时出现了 这次总算是让菲尔装到了一波 就在他计划晚上要吃牛排时 却被大家泼了盆冷水 因为他们更需要牛奶和奶酪 一下子又让菲尔成为了全民公敌 好在他及时改变想法 站在了大家这边 这才没有遭到更多攻击 可当问到谁会养奶牛时 又是维德站了出来 他小时候曾在叔叔的农场照顾过奶牛 眼看两位女士向他投去了佩服的目光 菲尔心里极其的不平衡 当即决定将奶牛留在自己这 面对大家的不同意 他却表示奶牛是自己找到的 就该由自己决定他的去处 此话一出遭到两位女士的严厉批评 最后还是奶牛帮他做了决定 维德将他带到了一处适合他待着的地方 并成功挤出了一些奶 这可把两位女士高兴坏了 而菲尔因为不想沾维德的光 便说自己对牛奶过敏 结果晚上就偷偷跑来挤奶喝 好巧不巧维德和劳拉也来了 吓得菲尔赶紧躲到一边 看着两人甜蜜的样子 那叫一个后悔 等他们离开后 当即将奶牛迁走 关在了自己长去的那个酒吧 第二天早上若无其事地回来了 问及奶牛知识淡定自若 但眼见的劳拉立马猜出他和此事有关 故意说要去之前那个酒吧找找 这可把菲尔吓坏了 提前赶到了酒吧 结果发现奶牛已经跑了 还伤害了他的兄弟 真是追悔莫及 围去的路上正好遇到维德牵着奶牛 看来这次他又赢了 但维德接下来的话 让菲尔意想不到 他感谢了菲尔 感谢他的留言 感谢他放的烟花 这才让自己遇到了真爱 同时认识了两位好朋友 所以他决定将找回奶牛的功劳给菲尔 就这样菲尔再次扬眉吐气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晚上奶牛竟闯进了玛丽的房间 将他的床毁了 这样他就不得不和菲尔一起睡了 可算是达成了愿望 而其实奶牛是他故意迁进房间的 为的就是能和菲尔一起睡 看着对门胖子坐拥美女老婆 再想想自己那个打呼噜巨响 长得还超级一般的老婆 菲尔的心里那叫一个不平衡 一气之下将老婆交代他买的东西统统烧掉 然而这还没完 他开始抱怨上帝的不公 为什么要让自己以为 玛丽是地球上最后一个女人 不然自己也不会娶她 又为什么在劳拉出现后 要安排维德出现 不然自己就能有两个老婆了 就在他喋喋不休的悔不该当初时 突然一辆汽车闯入了他的视线 惊讶立马写满了他的脸 当看见车上下来两位女士后 更是让他以为是上帝的馈责 赶紧上前打招呼 当被问到这里还有其他人吗 菲尔先是愣了下 接着淡定的说道是的 显然这次他要独享两位女士 为了不让他们被发现 菲尔特意带他们去和自己家 反方向的豪华酒店 在酒店的房间里 三人聊得不亦乐乎 特别是两位女士 似乎有说不完的话 毕竟一年多没见过男人 兴奋也是在所难免的 可聊了会菲尔却主动要离开下 理由是有点私事 但其实是他知道自己该回去了 不然不好解释 临走时两位女士盛情邀请他来 共进晚餐 菲尔不假思索地答应了下来 到家后菲尔跟变了个人似的 嘴角的微笑就没消失过 当玛丽发现纸巾是从酒店拿来的 便忍不住问他去酒店干嘛 一下把菲尔整不会了 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没想到玛丽严肃地说道 别开玩笑了 今天你去干嘛了你我心知肚明 搞得菲尔紧张不已 结果画风一遍 玛丽笑着说道 你去找回了自己的微笑 原来让你出去独处一回 你就会变得开心 菲尔听后可高兴了 赶紧附和了起来 同时为晚上要出去找好借口 为了今晚的晚餐 菲尔特意搞了套正装 足以看出他很重视今晚 临去前还和好兄弟聊了会天 只为消除内心的罪恶感 在成功说服自己后 他如约来到酒店 没想到两位女士为他准备了丰盛的大餐 简直让他又惊又喜 与此同时玛丽也在家里宴请维德夫妇 趁着菲尔不在家时 维德夫妇表达了对菲尔的看法 维德觉得菲尔不错 并且一直很感激他的留言 才让自己找到了真爱 而劳拉则一直不相信菲尔 总觉得他给人不踏实的感觉 进口一转回到酒店 菲尔正在享受从未有过的幸福 在这里她是两位女士的宝贝 而菲尔也在这种幸福中迷失了自我 竟把盖尔叫做老女人 把艾瑞卡叫做小黑妞 这不尊重的称呼让两人很是不开心 意识到自己说错话后 菲尔赶紧改口 然后开始讲起自己曾经的悲惨命运 当然这个故事也是编的 只为让两位女士开始同情她 并忘掉刚才的事 果然这招很有效 快乐的氛围又回来了 盖尔更是提出一起去温泉那边挪泳 这送到嘴里的机会菲尔当然不会错过 但又害怕大晚上开车会被发现 思考片刻之后 她还是决定去 毕竟这么做不就是为了享受其中 就这样三人驾车朝温泉山庄而去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玛丽他们也出来了 甘大的菲尔吓得躲在车里不敢出来 因为她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大家 面对所有人的质疑 她还在坚称自己是准备搞个恶作剧 给大家一个惊喜 面对她这苍白无力的解释 没有一人相信 就这样菲尔被大家所抛弃 走了一天一夜才回到家 却没有人愿意理她 妻子更是强硬地将她赶了出去 无处可去的菲尔只能到酒吧 找那群不能说话的朋友 现在也只有他们还肯听菲尔说话了 另一边盖尔和艾瑞卡一起去向玛丽道歉 毕竟当时他们并不知道菲尔有老婆 可即使这样玛丽还是阴阳怪气 说他们就算要约炮 也得调查清楚对方是否有老婆 面对这无理的责怪 两人也只能照单全收 镜头一转来到菲尔这 只是一天没和人交流 她就已经颓废的不成样了 但却始终想不明白为何会变成这样 突然灵光一闪 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装扮一番后 假扮成自己的双胞胎哥哥 这拙劣的演技 简直是把几人当成傻子 自然没能逃过被赶走的命运 面对失败她没有放弃 第二天又在他们运动的地方放监听器 想要听听他们对自己的看法 没想到是各种嫌弃 有些难听的话更是直戳菲尔的心 最终她选择了放弃 回到酒吧回想着自己以前干的事 突然意识到确实做得不对 于是当晚趁他们聚在一起时 主动向每个人承认了错误 首先是盖尔和艾瑞卡 之前想和他们一起挪友 就是为了得到他们 其次是劳拉 当初借着繁衍后代的理由 其实就是为了和她上床 谁让她长得这么火辣 然后是玛丽 两人的婚姻从一开始就充满了谎言 结婚后更是不记得说了多少谎话 而她特意强调了婚礼上那句我愿意也是谎言 很明显就是想结束这段充满谎言的婚姻 最后她表示这么做不是为了获得大家的原谅 而是想做个问心无愧的孤独者 说完就转身离开了 不一会玛丽就独自去找了她 拿出一件缝缝补补补的毛毯 告诉她有些东西 不论你如何努力的去修复 到最后还是只剩一片狼藉 说完拿出刚打印好的离婚协议 在菲尔签下名字的那一刻 两人的夫妻关系就此结束 但友谊还在 一个深情的拥抱 外加一个从未有过的机吻 为这段本不该开始的婚姻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第二天晚上 两人便当众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所有人 在恢复单身的第一天 两位单身女性就主动送上门 首先是盖尔 她约菲尔下午三点一起去找点乐子 菲尔想也没想就答应了 接着是艾瑞卡 她约菲尔一起去爬上 去她发现的秘密基地逛一逛 这意思在明显不过了 一连被两位美女约会 菲尔得意地向奶牛炫耀 出发的路上遇到了心不在焉的维德 一问才知道 她是因为劳拉从没说过我爱你而烦恼 又害怕她只是因为没得选才和自己在一起 万一再有男人来了 她不敢保证劳拉会不会弃他而去 而春风得意的菲尔却故装镇定 毕竟总算是看到维德担心了 在和维德分开后 她立马赶到进城的必经之路呢 爬到几十米高的广告牌上 赫然写下搬到坦爬去了 就在她暗自开心时 楼梯却不合时宜地倒了下去 这下是乐极生悲了 无奈的菲尔只能疯狂地叫喊 希望有人能听到她的呼唤 但现实是残酷的 在挣扎了几下后 菲尔也选择了躺平 另一边盖尔带着酒来找菲尔了 一番寻找后人未见她的踪迹 只好失落地坐在床上 一边喝酒一边等着 不知不觉就睡了过去 直到被同样来找菲尔的艾瑞卡喊醒 尴尬的两人意识到菲尔不止约了自己 不一会玛丽也来了 当然她不是来约会的 她是有事找菲尔 看到眼前的这一幕 一下也明白了过来 但她不相信的是菲尔竟会错过和两位美女的约会 当即断定她是出事了 事实正如她所预料的那样 此时的菲尔正在广告牌上生不如死 炎炎烈日几乎将她烤熟 不一会便晕了过去 等她再醒来时已经在一辆皮卡上 就在玛丽召集大家准备寻找菲尔时 一辆皮卡停在了他们面前 不一会一位壮汉抱着菲尔走了过来 从壮汉那得知菲尔是在广告牌上被发现的 路边还有倒着的梯子 显然她是被困在了上面 在了解了菲尔的情况后 大家开始关心眼前的壮汉 没想到她也叫菲尔 是根据另一个菲尔留在广告牌上的信息找过来的 她曾在特种部队服役过 退役后开了家承包公司 这个菲尔简直是几位女士的梦中男神 纷纷开始夸赞她 为了宣誓主权 维德赶紧跟她介绍劳拉是自己的女友 可她越是紧张 事情就越是不如她所愿 再看到劳拉主动跟壮汉扯上关系 维德自卑的心里开始隐隐作祟 最后直接生气地离开了 回去后两人为此争吵不休 劳拉不想因为这个和维德争吵 可维德却非常在意 一直提起此事 最终闹得不欢而散 菲尔这边主动去找了盖尔 想跟他继续下午的约会 结果却被拒之门外 原来他们已经开始对新来的菲尔投怀送抱了 这让老菲尔很是不爽 第二天就将大家召集到一起 以总统的身份展示主权 但却适得其反 好端端被迫改叫马克 菲尔当然不同意 要通过游戏来决定谁可以叫菲尔 原以为拿出自己的强项必胜无疑 怎料最终还是惨败在新菲尔手下 不得不改叫马克了 男人只是拍了下奶牛的屁股 同时大喊了一声 就让奶牛乖乖下楼去了 轻轻松松解决了困扰大家许久的问题 赢得了在场所有女性的崇拜 而他还不忘自信地解释一番 更是让女人们崇拜不已 他的优秀毫无疑问 凸显出马克和韦德的无能 自然也就让两人更加恨他 马克这个不服输的人 还试图去挑战菲尔 结果就是被啪啪打脸 看到女人们都在争着让他住在自己这 马克立即也对菲尔发出邀请 让他住到自己家 当然马克只是见不得他和其他女人住一起 在马克的再三邀请下 菲尔只好先答应去他那住 刚搬进去没多久 他就将浴室的喷头修好 可以好好享受淋浴的快乐 而马克对这些并不关心 他只想告诉菲尔 住在这里不能随便邀请其他人来 只有在得到自己的同意后才可以 菲尔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也懒得跟他争论 也要冲早唯有想他失去的离开 没想到他还不想走 马克只好开始脱衣服 在看到菲尔的人于线后 马克灰溜溜地离开了 跑到酒吧跟好兄弟们抱怨了起来 励志自信地他自认为自己的身材并不比菲尔差 说着又脱掉裤子 对自己的小弟更是自信满满 为了在菲尔那找回面子 他当即裸体去找菲尔 可他显然是自信过头了 菲尔根本不屑一看 反倒是突然进来的艾瑞卡 把他吓了一跳 干大地解释道我不知道你会来 不然我也不会露出小弟 谁曾想艾瑞卡一句 原来你露出了小弟 瞬间将马克的尊严摁在地上摩擦 羞愧难当的他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镜头一转 菲尔正在帮艾瑞卡修理制兵机 盖尔和玛丽也不请自来 当然他们都是为菲尔而来 盖尔是给他送炸玉米饼 玛丽则是送围巾 虽然看起来好像不怎么用得上 但菲尔好像很喜欢 多次对玛丽表示感谢 菲尔对玛丽的特殊照顾 让盖尔很是不爽 他想不明白自己是怎么会输给玛丽 另一边 维德被菲尔搞得自信心全无 担心女友会跟自己说分手 于是主动向他提出分手 这样至少说出去好听 可分手后的他失魂落魄 只能找马克抱怨 所有的女人 在马克的添油加醋下 维德对菲尔已经恨之入骨 有了这个牢固的战略同盟后 马克决定行使自己总统的权利 对菲尔进行一些制裁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大家对他总统身份不认可 因为后面来的人都没投票 这让菲尔很是无奈 只好弄了个公平竞选的机会 自信的他以为没人会和自己竞选 但没想到菲尔却站了出来 也很简单 因为他不想马克当总统 面对这个强大的对手 马克还想以下次选举 在四年后唯有搪塞过去 显然他有点想当然了 最终在四位女性的支持下 菲尔成功当选总统 高大帅气身材一级棒的他 除了长得帅还非常能干 刚离婚的马克气他抢了自己的威风 有女友的维德担心女友会被抢走 拥有共同敌人的两人决定一致对外 马克提出解决掉菲尔的想法 但生性善良的维德干不出杀人之事 不料马克早已想好计划 只要找个兜风的理由 将他送到百里之外的沙漠里 丢下他扬长而去就行 马克的这个计划 让维德有种熟悉的感觉 突然想到马克当初也是这么对自己的 将疑惑抛出后 马克也没有藏着掖着 大方承认了这点 自以为当时还是接回了维德 他应该不会记仇 没想到维德听后气愤不已 直接转身离去 就这样成立不到一天的联盟正式土崩瓦解 更气人的是 玛丽竞和菲尔发生了关系 当马克质问两人是否结婚 玛丽淡定地回答道没有 这让马克无法理解 当初自己和玛丽要发生关系 却被要求必须结婚才能同房 而如今他却和菲尔玩起了一夜情 简直就是双标 面对马克的质疑 玛丽给出的答案是 当时我们是为了繁衍后代 那当然要结婚 如今我只想享受生活 所以结不结婚无所谓 气得马克咬牙切齿 另一边劳拉担心维德会因为分手的事想不开 所以主动来找他 果然他看起来很颓废 但其实维德是因为马克的事而生气 再三强调自己没事后 便关上了门 镜头一转来到马克者 因为听到了维德和马克在维兰娜的对话 所以菲尔决定搬离这里 事已至此 马克也不藏着掖着了 强烈地表达了自己对他的不满 对此菲尔并不在乎 现在他只想和玛丽好好生活下去 好胜心极强的马克 即使不喜欢玛丽 也不想看到他和菲尔在一起 于是又是送花又是送首饰 结果却是白忙 人家早和菲尔同居了 晚上菲尔又当着所有人的面展示了他的新成就 那就是实现了小部分通电 在看到台灯亮起后 马克的极度之心立马占据上风 一个不经意的白手将台灯推倒 就是他的这个行为彻底惹怒了菲尔 即使他死不承认 但明眼人都知道是他干的 不死心的马克还想叫维德站起来支持他 没想到维德直接把他计划干掉菲尔的是说了出来 这成为了压死马克的最后一根稻草 菲尔以总统的身份将他驱逐 马克自然是不配合 菲尔只好采取强硬的手段 将他绑了起来 用车送到了几百公里外的沙漠里 留下两天的食物后 便扬长而去 看着手里的食物 马克自信满满地认为 自己能靠着这些食物走出沙漠 谁曾想裁过了20分钟 两天的食物就被吃得一个不剩 要不是玛丽预想到两天的食物不够他吃 开着车找了过来 马克真有可能饿死在这 而他也凭借着一首专门为玛丽写的歌 重新赢得他的心 至于那个菲尔 在他断初把马克丢在沙漠等死之事后 玛丽就不再喜欢他了 相反玛丽更喜欢不忍心那么做的人 意思在明显不过了 隐形轰炸机不在天上飞 却出现在马路上横行霸道 凭借着巨大的体型 直接将五车道的马路站满 然而他的出现竟是为了去超市买菜 这简直是对隐形轰炸机的侮辱 但当你知道如今正处于末日时期 似乎又很合理了 马克夫妻俩一到华盛顿就直接住进了白宫 毕竟要不是末日 他们这辈子可能连白宫的门都进不去 如今机会来了 当然得好好感受一下总统的生活 在当了几天总统和总统夫人后 两人也开始厌烦了 于是开始大闹白宫 在总统的惠客室打驱棍球 把以往总统的雕塑当对手 在总统的床上翻云覆雨 反正是将想做的做了个变 想玩的玩了个变 因为马力病毒爆发前的家就在这附近 所以马克准备给他一个惊喜 偷偷带他回到了自己的故居 看着满屋子的回忆 马力心中五味杂陈 晚上睡觉时又想起了末日认识的那几个新朋友 想要回去跟他们一起生活 毕竟只有两人的生活总感觉缺点什么 但马克却不愿意回去 因为他是被赶出来的 而且菲尔扬言自己再回去就是死路一条 但马力却不这么认为 他觉得菲尔只是吓唬马克的 再说已经过了半年多了 可没想到马克仍是不愿意 两人因此吵得不可开交 最终闹到谁也不理谁的地步 第二天两人继续环游全国 路过一个加油站时 马克自顾自地为房车加油 而马力则悄悄跑到一旁的商店 在被里面的东西吸引后 这才大声地提醒马克自己在这里 可马克根本没听见 加完油就淡定地开走了 即使马力追出来大声喊叫 甚至还开枪了 马克却还是什么都没听到 因为此时的他正沉浸在音乐声中无法自拔 直到天黑了马克才觉得有点不对劲 即使生气了也不会这么安静 立马跑到卧室一探究竟 结果发现马力根本不在房车上 当即回到驾驶室 拿出地图试图找到之前停的那个加油站 然后根据路线一路找了回去 可开的一晚上 经过了好几个加油站 却都不是之前停的那个加油站 就在马克心急如焚之际 终于是找到了那个加油站 可四处寻找一番后 仍旧不见马力的踪迹 心灰意冷地他躺在床上发呆 突然想到马力可能回去找大火了 于是他也连夜驱车赶了过去 结果到那直接傻眼了 看着荒凉且无人打理的街道 马克立马意识到不对 开始大声呼喊 却无人应答 推开自己曾住过的房子 发现已经被烧得面目全非 显然他们要不是转移了 就是遇害了 兜兜转转又是孤身一人 仿佛一切又回到了从前 但他没有放弃 第二天就开始想办法找老婆 先是在气球上写上自己的位置 可放飞时才发现不是亲戚根本飞不起来 就在他懊悔不已时 一旁的铁轨突然让他想到了什么 另一边马力也在试图让丈夫看见自己 只可惜他用光了手里的信号弹 也还是没等到丈夫 眼看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天 马力开始有点绝望了 眼睛一直盯着丈夫离开的方向 突然耳边传来轰隆隆的声响 而且声音越来越近 马力猛的一个起身 朝声音传来的方向跑去 当看见马克在火车上留的信息 马力大声地笑了起来 而此时马克又想到了一个新方法 虽然看起来有点不切实际 但还算值得一试 可随着一声巨响 马克后悔不已 陪伴自己一年多的布莱斯被押爆了 同时押路车这个办法也失败 绝望的马克抱着惨死的布莱斯 发疯式地责怪着自己 甚至还不停地敲打自己的头 发泄完后更是痛哭了起来 似乎已经没了活下去的勇气 就在这时不远处传来了汽笛声 马克瞬间清醒了 再看到车上下来的是马力猴 更是激动到语无伦次 冲上去就是一顿激情亲吻 吻完才从马力的嘴里 得知是自己记错了地址 但好在两人又在一起了 一番久别重逢的激情后 两人躺在地上回忆起在这的美好往事 可让马力没想到的是 菲尔他们已经离开了这里 看来想和他们重逢的愿望又落空了 然而就在马克去拿杯子时 竟发现了他们留的纸条 上面写着我们已经到了马力部 很欢迎你来这找我们 但是千万别带马克 他会试个累赘 就在马克气氛不已时 马力突然在身后出现 马克还以为他发现了纸条 正要解释时 没想到他说的是酒 马克只好先把纸条藏起来 这件事让马克很是纠结 如果告诉马力 他肯定会去马力部找他们 而自己又不想和马力分开 如果不告诉他 就等于又在骗他 等他知道真相后 后果不堪设想 因为这是马克甚至还做了噩梦 在经过几次激烈的思想斗争后 马克终于还是跟马力坦白了 在听完马克的理由后 马力并没有生气 他知道马克是舍不得自己 于是决定留在这里陪他 这刻把马克高兴坏了 当晚两人喝了的烂醉 等马力醒来时 已经在前往马力部的途中 因为马克不想让他为自己牺牲这么多 等两人来到马力部后 并没有着急和几人见面 而是在远处偷偷观察 发现来了位帅气新人后 马力迫不及待地冲了过去 不然一声大叫 把新人吓了个半死 没想到他有心脏病 在缓了十几秒后 最终还是因心脏病离开了这个世界 出场不到20秒 就成为了一具尸体 我猜他是得罪了导演 在他的葬礼上 马力显得有点不知所措 毕竟自己的一个无心之举 导致一位正直壮年的男人离世 同时为这个末日世界留下了一个寡妇 好在是大多数人都没有责怪他 当然除了死去男人的妻子戴尔 以及在马力离开这段时间 成功顶替他成为菲尔男友的艾瑞卡 两人对马力充满了敌意 艾瑞卡更是当他面强势宣誓主权 但艾瑞卡不知道的是 他越是想要抓紧什么 就越是容易失去什么 马力一直都是菲尔的首选 如今他再次归来 菲尔当然免不了主动投怀送抱 但马力如今只喜欢马克 只能对他避而远之 可当大家问到他当时去沙漠 给马克送不及后 为什么就消失了 马力却一时有点慌了 在盖尔和艾瑞卡的双重讽刺下 他突然来了 巨马克也死了 这可把马克气坏了 原本的计划是让马力 探探大家对自己的情况 结果直接把自己给说死了 这还怎么继续下去 一开始马力也是懵的 但回来后思考了一番 觉得也不是完全没办法 可以先给马克制造一个 感人的死亡经历 然后借机告诉大家 马克现在已经改过自新了 最后等大家慢慢接受马克后 再让他突然出现 看似完美的计划 实则漏洞百出 但如今也只能一世 为此马力特意画了一本漫画 详细介绍了马克的死亡过程 原来他是在救马力的过程中 不幸掉进悬崖摔死的 虽然马克是因为救人而死 但似乎并没有让维德和劳拉 对他的形象有所好转 毕竟他当时可是想杀维德 还想骗劳拉上床 这等禽兽行为属实难以忘记 就在这时马力发现盖尔在海边 鬼鬼祟祟的 一问才知道 他这是在为死去的戈登祈福 马力一看也有模有样地学了起来 然而就在这时菲尔找了过来 告诉他我和艾瑞卡分手了 这让马力很是惊讶 问他为什么 结果被告知是因为自己 说着就强吻了过来 这让马力有点始料未及 反应过来后赶紧将他推开 然后找了个理由就离开了 匆匆回到马克那 让他今天就要死而复生 马克听后很是惊讶 因为他完全没准备好 可马力有不得不立马进行的理由 又这样马克被迫赶鸭子上架 马力的计划是借着缅怀马克时 让大家说出一件 永远不会忘记马克的事 结果大家记得的 全是马克干的禽兽之事 显然事情没按计划进行 但是以至此 马力只能硬着头皮继续下去 可关键时刻马克却怂了 因为马力并没有让大家 对他放下成见 当大家听到马克还活着时 人都起身离开了 失落的马克则是落荒而逃 回去后他是越想越难过 而此时马力还在努力 跟大家说马克真的变好了 以及他是有多想回到这个大家庭 就在大家已经动摇时 马克却拿着手枪冲了进来 这激动的样子 可把大家吓坏了 然而他之所做出如此举动 只是想大家能好好听他道歉 在他对所有人一一道歉后 才告诉大家枪里根本没子弹 可行为确实有点吓人 这不为了大家的安全 他就被扣押起来了 此时的他倒是没有什么不满的情绪 只是一晚上没喝水口渴的不行 好在是劳拉听到动静后 给了他一杯水 但是却没考虑到他根本喝不到 无奈的马克只能用泼的 能喝一点是一点 不宜会飞而也来了 他可不是来送吃的 只见他掏出一把枪 气冲冲地走到马克面前 用枪指着脑袋提醒他老实点 说完朝天放了三枪 以此达到警告的效果 听到枪声后 唯有玛丽寻着枪声而来 却被菲尔一句是空包弹给制走了 等玛丽离开后 菲尔朝着花瓶又开了一枪 只为告诉马克这并不是空包弹 自己的话也不是说说而已 随后在玛丽的强烈要求下 大家也觉得这个刑罚有点残忍了 最终在菲尔的建议下 打算把马克关在健身房一周 没想到马克听后非常认可 甚至还主动提出关五周 理由是犯了罪就该受罚 当然这么做只是为了让大家看到他的改变 一开始菲尔自信满满 认为五周很快就会过去 可没想到第一天晚上 在看到桌上那美味的奶酪后 他就彻底坐不住了 最终没忍住跑出来偷吃 结果还被发现了 为了再次取得大家的信任 马克特意让玛丽买了电机项圈 有了这个一旦马克走出固定范围后 就会触发电机 看在他对自己这么狠的份上 大家这才没追究 带上电机项圈的马克是被限制了活动区域 可他的嘴却没闲着 看到谁都要聊上一聊 全然不顾别人是否喜欢 最终他这凡人的嘴又遭到了大家的不满 直接要限制他说话 马克也很自觉 为了更好的配合大家的诉求 他又让玛丽买了个改良版的声控项圈 只要他一说话 就会喷射辣椒到他鼻子呢 不得不说马克是真的很 为了赢得大家的认可 真是煞费苦心 然而情况却一直没有好转 老妈甚至还故意拿酒来勾引马克 眼看近在咫尺的酒 可他却怎么也拿不到 无奈的他只好搬起花盆砸了过去 想以此引起大家的注意 没想到却又惹祸上身 因破坏花盆被关进了一间不足两平米的小屋内 然而就在这时 老天给了他一个机会 在一个深夜时分 客厅的帘子突然着火了 马克看见后想要喊人 却因为声音哑了喊不出来 眼看火势越来越大 马克不得已弄翻屋子 踹掉底部的门板 冒着不停被电的风险 拼死将火扑灭 第二天大家看到眼前的情况 瞬间明白是马克救了他们 因为这件事 大家一致同意放他出来 但对他的态度并无好转 然而他们全然不知 在他们把心思放在马克身上时 维德才是那个真正值得关注的人 因为他经常半夜出动 鬼鬼祟祟地来到一处房屋内 不知道干着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简直不敢想象 这群人竟把蟋蟀当作食物 甚至还吃得津津有味 可当我告诉你 这已经是末日后一年了 你是否又会觉得那就正常了 毕竟在这个 没水没电 没粮食没蔬菜没肉类的世界 他们已经吃了一年多的素食 可随着那些东西开始过期后 能吃的就越来越少了 实在没办法食 过期的也得将就吃 如今能吃上一点蟋蟀 那也算是开荤了 为了满足大家每天的蟋蟀用量 马克主动请鹰去抓蟋蟀 可由于蟋蟀的数量并不多 马克常常忙活一天也抓不到几只 眼看想为大家做点事的计划再次落空 失落写满了马克的脸上 这时他突然看到维德鬼鬼祟祟 从一间房子里走了出来 出于好奇他也走了进去 当发现里面的锅是刚洗的 他还特意尝了尝 有股特殊的香味 意识到维德在这吃了好吃的东西 当即打开冰箱却空空如也 这显然不正常 再加之这里既然有电 种种不正常的情况驱使着马克继续找下去 果然在储物间又发现了一个冰箱 打开一看直接把他惊到了 为了给维德来个人赃巨火 马克一直躲在一旁 几个小时后维德又来了 就在他准备打开冰箱时 马克一句这房子真不错 吓得维德差点灵魂出窍 当事实摆在面前时 维德没有狡辩 而马克却跟他开了个玩笑 说要把真相告诉大家 说完立即转身往外跑去 慌张的维德赶紧跟了上去 却还是晚了一步 但没想到的是他一开门 马克却妖娆地站在那一动不动 就在维德疑惑他玩什么花样时 马克突然来了一句 煎好了我也要吃 紧张的氛围一下就化解了 不一会马克就吃到了久违的培根 那享受的样子 确实看得出来是真的馋了 然而此时大家却在整理过期的罐头 看还有没有可以将就吃的 两边一对比 那叫一个天差地别 在两人狂炫四包培根后 这才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回到家马力就端来了蟋蟀汁 说是口味像鸡汤一样 大家全都吃怀疑态度 唯有菲尔直接喝了一大口 喝完还不忘夸马力真厉害 一旁的艾瑞卡实在看不下去 放下蟋蟀汁就离开了 马力知道她是因为菲尔主动 跟自己是好不开心 其实她自己也很反感 为了解除这个误会 马力主动跟艾瑞卡说开了 并鼓励她跟菲尔挑明此事 不然受伤了只能是她 在听了马力的劝说后 艾瑞卡当着大家的面 将菲尔一顿数落 这突如其来的一顿骂 直接让菲尔颜面扫地 反倒是大家都心知肚明 帮着一起指责菲尔 另一边马克和维德又在狂炫吃的 在持续了几个小时的战斗后 吃的也所剩无几 马克提议将剩下的三包培根交出去 功劳全算维德的 但却遭到她的拒绝 因为她已经对这些吃的上瘾了 打算全部吃完后 就当作从未发生过 然而马克却没有听从她的话 趁维德走后 偷偷将厨房收拾干净 并把整理的垃圾用快艇送走 一二天便主动上交了三包培根 而且把功劳全都算在了维德头上 只是让她没想到的是 快艇因为没有又被海浪冲了回来 这下全都暴露了 至此维德也只好承认了 但马克却不愿她受罚 抢着承担责任 便出现了两人争着担责的情况 最后大家也不啰嗦 直接两个人一起受罚 虽然被罚了 但却收获了一个好兄弟 还是相当值得 男人正吹着性感的胡子 突然吹风机却停了 在一番倒过后 发现电线一切正常 便以为是吹风机坏了 可当她准备去吃美味的华肤饼时 又发现华肤饼机也没在工作 怀疑是发电机出问题了 打开邮箱一看确实没有了 当即往里面加汽油 却意外发现汽油都结块了 但还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尝试了一下 结果确实没用了 无奈的她只好去找什么都懂的菲尔询问 这才知道汽油有保质期的 一般是三年 而柴油则比汽油长一到两年 借着这个话题 菲尔提到这里已经不适合居住 但却遭到盖尔和艾瑞卡的反对 他们都非常喜欢这里的生活 然而事实是这里没有干净的水 也没有充足的食物 如今连汽油都变质了 很难再找到可用的资源 虽然她说的很有道理 但她忘记了一点 跟女人讲道理你永远也讲不过 唯有玛丽站出来支持菲尔 理由是以后还得要孩子 得为孩子考虑 但却遭到其他女人的反对 因为她们根本就不想要孩子 在统一了意见后 几人更是用歌声来反对生孩子 看到她们不以为然的态度后 菲尔也决定躺平 卸下腰间的工具带 和她们一样好好享受眼前的生活 而玛丽却在纠结大家不要孩子这件事 因为她可是想要生孩子 但如果大家不生她的孩子 岂不是会很孤单 为此第二天一早 她就行动了起来 拿着连夜画的孩子画像 先去找了劳拉 她的态度依旧坚定 理由是没有医疗条件 对孩子的成长影响很大 眼看说不动她 玛丽又去找了艾瑞卡 她的理由更直接 那就是看过姐姐生完孩子后的生活 很确定那并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无奈的玛丽又去找盖尔了 同样得到了不要孩子的答案 这次她甚至没有问理由 直接心灰意冷地离开了 而另一边 马克接下了菲尔的重任 准备为大家搞好太阳能供电 可谁曾想她这个半桶水 储电器都没装好 就开始收电了 结果弄得电线不停放电 眼看情况十分危急 马克想到了一个化蛇添足的办法 将太阳能板用棉被包住 原以为这样就能让机器罢工 可没想到她却不减反增 实在没办法的 她只好去求菲尔帮忙 结果两人却吵了起来 菲尔更是动手打了马克 好在被大家及时拉开 才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菲尔冲动的行为 遭到了大家的声讨 认为她应该接受惩罚 没想到菲尔却一脸不屑 任凭大家怎么说她都无动于衷 最后也只能草草收场 就在大家纠结该怎么处理 太阳能发电机时 菲尔淡定地走了过去 只见她摁下一个开关 就轻松搞定了这件事 然后走到大家面前 很严肃地说到 我想了想你们说的话 确实要珍惜当下 所以我决定离开这里 这让大家惊讶不已 看她将行李一件件搬到车上 应该是趋意已决 然而在临走时 她还不忘向玛丽深情表白一番 同时更不忘贬低马克 将她说得一无是处 只希望玛丽能迷途之反 可令她没想到的是 前女友却来的就怀孕了 这突如其来的打脸 瞬间让她背负了 禽兽渣男的名号 马克更是趁机反羞辱回去 毕竟刚才菲尔 在向自己老婆表白时 可是将她贬得一文不值 要不是玛丽及时将马克拉走 估计不骂的一小时 她是不会停止的 突然有了孩子 让菲尔也一事不知所措 但她绝不会再走了 想了想赶紧去找艾瑞卡道歉 但却被盖尔一顿羞辱 有她在两人根本没法好好聊 最终被盖尔强行赶走了 而整件事最清醒的就是玛丽 她觉得马克应该感谢菲尔 正是有了她的塌房 大家才把仇恨值都放在了她身上 如今正是马克的绝佳事迹 在玛丽的建议下 马克开始在大家面前卖惨 不得不说这招还真好用 很快就有人开始关心她 至于菲尔呢 依旧遭到所有人的嫌弃 即使她做了些孩子用的东西 想请艾瑞卡去看看 也还是遭到拒绝 自此以后菲尔开始自暴自弃 没日没夜地喝着酒 马克不愿看她就这样颓废下去 便主动上前询问是否需要帮忙 结果却被一顿数落 说的那叫一个难听 老的马克都有点抑郁了 在和自己的好兄弟们聊了一下后 她又恢复了过来 无论菲尔对她做了什么 现在她都要对菲尔伸出援助之手 而此时玛丽正在向艾瑞克询问怀孕之时 她很好奇艾瑞克是怎么怀上的 毕竟她和马克已经被孕半年多了 结果却得知人家是意外怀孕 更是让玛丽尴尬不已 从艾瑞卡那离开后 她就开车来到了药店 将所有的验孕棒都拿走了 因为今后的每天她都要测一测 另一边马克和维德费劲开着皮卡来超市进货 却因为不知道盖儿喜欢吃的是哪种薯片 而马克又非常在意 所以将薯片洗劫一空 唯有半勺薯片她没有拿 理由是那是孩子吃的 在拿薯片的过程中 马克发现菲尔似乎有心事 一问才知道最近因为劳拉不愿生孩子的事 维德和她搞得不是很愉快 马克听后淡定地安慰到放心她会生的 毕竟之前她说过要生 突然马克意识到说错了话 想瞎扯过去却为时已晚 在维德的逼问下她全盘拖出了 气得维德立马找上劳拉 说她之前为什么会想和只认识三天的人生孩子 而现在却不愿跟喜欢的人生 劳拉的理由是此一时彼一时 现在的情况也不允许生 这个理由维德不接受 两人因此大吵了一架 最终已分手结束 而马克那边将一车薯片送到盖尔面前 却被告知她最爱的是半勺薯片 马克听后懊悔不已 好不容易有机会讨好盖尔 结果又被自己搞砸了 深夜时刻马克想去找菲尔聊天 可怎么着也找不到她 还是从维德那得知她在海边 等马克赶过去时 海浪差点将她卷走 最后还是马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将她重新拉回了别墅里 简直不敢相信 家里唯一的母奶牛 竟突然产下了一头小奶牛 不禁让大家疑惑不已 直到有人提到奶牛经常半夜偷跑出去 大家才意识到这附近可能还有只公牛 这对一年多没吃肉的末日居民来说 简直是天降惊喜 在维德的提议下 大家决定一起去找公牛 而马克则第一时间将此事告诉了 正在受罚的菲尔 他认为这是个很好的机会 只要菲尔找到了公牛 大家肯定就会原谅他 正在气头上的菲尔也觉得是个机会 是自己可以逃离的机会 于是爽快地答应了马克 但能不能放人还得看大家的意见 不过马克早已想好了对策 用自己那三寸不烂之舌 一直在大家面前提菲尔的能力 很快把大家都说得不耐烦了 为了结束马克的啰嗦 大家只好答应了 可让马克没想到的是 在将菲尔放掉后 他竟选择了一走了之 即使马克说了很多好话 甚至提到大家是一家人 菲尔还是毅然决然地离开了 这让马克很是受伤 可抓公牛的任务迫在眉睫 他只好先跟大家一起出发 直到他误喝了牛尿后 终于忍不住了 指责大家为什么不贴个标签 不然就不会发生这种尴尬的事 抱怨完后 马克才将菲尔独自离开的事告诉了大家 除了艾瑞卡有点惊讶后 其他人似乎并不在意 拿起行囊继续找公牛去了 结果还是无功而返 晚上马克为了让大家知道他们做错了 特意端来了一盆的石头 一块一块地放在他们面前 只为提醒他们 菲尔宁愿独自一人生活 也不和大家一起 都是因为大家的铁石心肠 让他在这里找不到活着的意义 这才选择独自生活 可大家似乎仍旧无动于衷 劳拉甚至准备离开 正好撞到了马克的枪口上 成为了第一个被开刀的人 说他作为一个女人 曾经却试图勾引一个已婚男 当然指的就是马克自己 劳拉对此坚决否认 但马克才不管这些 将知道的都说了出来 接着又将枪口调转到玛丽身上 说他没权利指责劳拉勾引自己 并强调他之前骗过大家 说自己已经死了 这让马力极其不爽 而马克这么做 是为了告诉大家 谁都有做过错事 只要知错就改就行 然后又提到维德偷吃培根 艾瑞卡未婚先孕 以及盖尔在宝石器里呕吐 此话一出大家瞬间炸锅 开始了一场相互指责的大戏 眼看大家越来越激动 马克实在忍不住了 拿起石头砸向玻璃 这才让大家安静了下来 然后纷纷留下一句傻瓜就走了 第二天大家又坐在了一起 但因为昨晚的事已经没人想开口了 就这样坐着你看我我看你 直到公牛的突然出现 大家才有了共同目标 拿起麻醉枪后 同时朝公牛开枪 在强烈的麻醉效果下 公牛应声倒地 菲尔这才慢慢悠悠地走了出来 原来公牛是他找回来的 而他是因为马克的话才改变了主意 当晚大家吃上了 心心念念的牛排大餐 经历过这件事后 大家的关系似乎又回到了之前 长相频频地为得 因为末日的关系 才得以拥有如此漂亮的女友 可他却不懂得珍惜 最终因为观念不同选择了分手 但分手不到十分钟 就和安慰他的盖尔发生了关系 有了这次的激情之后 两人便开始了偷偷摸摸的生活 即使在大家面前也忍不住要偷看对方 当碰到四下无人之际 更是忍不住亲吻一下 俨然一副热恋的样子 而毫不知情的玛丽和马克 在圣诞节到来之际 特意举办了一个互相送礼物的游戏 抽到谁的名字就给谁送 旨在促进菲尔和艾瑞卡 主动找上菲尔提出交换的请求 菲尔想了想也答应了 可没想到他抽到的名字是马克 这样马克就只能自己给自己送礼物了 但又担心菲尔不知道准备什么礼物 于是煞费苦心地搞来了一条价值 签了美金的项链 并自信地认为没有女人会不喜欢 马克以为自己付出了这么多 菲尔肯定会很感谢他 怎料菲尔的内心毫无波澜 也没有一句感谢的话 这可把马克气坏了 扬言再也不管他了 很快到了圣诞节当天 在玛丽的指挥下送礼物环节正式开始 首先是艾瑞卡 他抽到的是玛丽 礼物是一把看起来平平无奇的椅子 但玛丽依旧表现得很喜欢 可当艾瑞卡告诉他 这是某某明星坐过的椅子 玛丽简直开心到爆炸 然而这还没完 椅子下面还有一条某某女星的裙子 不得不说艾瑞卡是真的用心了 玛丽更是激动地当即去试穿 离开前还不忘安排好下一个人 没错正是维德 在送礼物之前他先铺垫了一下 说明这个礼物是送给一个特别的人 劳拉自然而然地认为是自己 结果维德指的是盖尔 劳拉的脸当即硬了下来 当看到礼物是老爷车后 盖尔开心地跳了起来 一激动差点就抱了上去 好在最终忍住了 显然这已经脱离了玛丽的计划 赶紧进行下一个 马克的礼物也是在户外 而且是自己送给自己的礼物 答案是一艘游艇 就在大家兴奋地问道可以上去玩吗 马克却又干了件蠢事 直接将游艇炸掉 原来炸游艇才是他送给自己的礼物 气得大家纷纷扭头离开了 接下来轮到了玛丽 他抽到的是劳拉 礼物是一双无法形容的靴子 从劳拉的表情就能看出他不喜欢 但为了不让玛丽伤心 他还是强忍着说非常喜欢 接着就轮到了劳拉 他抽到的是维德 礼物是高中舞会式维德穿的衣服 他希望维德能重温一次高中舞会 礼物很用心 维德也很喜欢 只是他的心里现在只有盖尔 最后轮到了菲尔 他没有送那条宝石项链 而是搞来了一套剪超生仪器 这样艾瑞卡就能看到孩子每一阶段的样子 不得不说这个非常用心 大家都很感动 唯有马克还在弃菲尔没送宝石项链 殊不知这个礼物可比宝石项链珍贵多了 漂亮女士竟当众向肥头大耳的男人求婚 面对着唾手可得的幸福男人却还在犹豫 就在这时一旁的菲尔却突然疼得摔倒在地 吓得大家立马围了过来 可除了询问他怎么了 其他的什么也做不了 随后将他扶到了床上 此时他的情况也有所好转 但还在隐隐作痛 为了搞清他到底怎么了 有些医学常识的盖尔赶紧临时抱佛脚 经过一番比对后 确定疼痛是由蓝尾炎导致的 而且根据书上写的 最好是将其割掉 不然下次发作药是破了可能会导致死亡 这可把大家吓坏了 但这里也没有专业的医生 又有谁能当此大任 经过大家一番思考后 最终这个任务又落到了盖尔身上 可盖尔却一万个不愿意 毕竟他只是个懂些急救的厨师 最后还是在艾瑞卡的恳求下 他才勉强答应了 但手术前他得先练练手 还得弄些手术的设备以及药物来 因此大家按照分工开始行动了起来 在维德和劳拉一起找药时 维德终于将本想拒绝的话说了出来 而劳拉听后强装镇定 误一说自己早就猜到了 结果转头找上玛丽 当着他的面哭了出来 好在有玛丽的安慰 他才很快恢复了过来 另一边盖尔只能拿着蓝莓派来练手 可接二连三的失败 让他很受打击 为了增加成功的概率 盖尔觉得需要在死人身上施下 为此维德和马克赶到了停尸房 却发现里面的尸体只剩骨头 一下让两人不知所措 突然马克想到了什么 那就是刚死去不久的戈登 他是最好的实验品了 就这样两人来到了戈登的墓前 准备将他的尸体挖出来 眼看已经挖到了尸体 可维德却怂了 他实在无法帮忙 因为他顾不去心里的那道坎 毕竟这可是盖尔的男友 要是他知道了后果不堪设想 即使维德都这样说了 马克还在劝他 这下维德终于爆发了 将自己和盖尔发生关系的事说了出来 马克听后很是震惊 原来这才是他不敢挖的原因 但现在情况特殊 马克也顾不得考虑其他的了 逼着维德一起来帮忙 就这样两人总算是把尸体搞回去了 结果却得知玛丽从医院搞来了模型 尸体已经不需要了 两人听后转头就跑 以最快的速度将尸体埋了回去 就在盖尔准备手术器材时 菲尔的蓝尾炎再次发作 直接倒在了地上 眼看情况危机 盖尔不得不将手术提前 好在有维德陪着才没有那么紧张 经过一个小时的摸索 他终于好像找到了蓝尾 然而就在他准备切除时 意外却发生了 先是出现了湿血过多的情况 接着心率又一直在降 面对这种突发情况 毫无手术经验的两人 只能挣扎着尝试 但最终随着心率变成了灵 年纪轻轻的菲尔还是没能挺过去 为了尊重他的遗愿 大家为他举办了隆重的海盗葬礼 他独自在空间站生活了三年 每天只能和虫子对话 唯一的希望就是听到来自地球的回应 原来在他来到空间站后 地球发生了大规模的病毒爆发 短短半年时间地球就杳无音讯了 没有人接应他不敢贸然回去 但眼看空间站的食物已经捉襟见肘 为了活下去 他不得不冒险返回地球 好在是运气不错 唯一的救生工具 一艘可爱的海上三轮车 在这茫茫大海之中 迈克就指着他就自己一命 可经过一天一夜的骑行 没有发现陆地也没有看到其他船只 迈克渐渐地有点绝望 这时他出现了幻觉 看到了小时候的哥哥 在那不停地鼓励自己 有了哥哥的鼓励 迈克这才有了继续骑行的动力 而老天爷也没辜负他的努力 一艘游艇赫然出现在前方 迈克风一样朝游艇驶去 上去后并没有发现其他人 在船舱里看到饼干后 立马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吃饱喝足后还换了套衣服 然而就在他庆祝重获新生时 身后突然出现一位胡子拉叉的大爷 手里还拿着鱼枪 意识到危险后迈克不停地解释 在情真意切地说完自己的遭遇后 大爷这才放下了戒备 坐在船板上一边喝酒一边聊天 通过大爷的介绍 迈克大概了解了病毒爆发的情况 大概知道陆地上基本不可能有活着的人 但出于对家人的思念 他还是想去陆地上一探究竟 第二天大爷就带着他来到了迈阿密 出于安全考虑 两人都穿着武装到牙齿的防护服 为了让迈克相信陆地上已经没有人累了 他特意带着迈克来到放尸体的地方 看着满地的尸体 似乎也坐实了大爷的说法 好不容易身边有其他人了 大爷便让迈克陪他打了心心念念的网球 打完后两人就准备回船上去了 在路过一条大桥时 大爷突然说要掉头 有条更近的路 可明明在这已经能看到船了 怎么还会有更近的路 就在迈克疑惑不已时 突然看到广告牌上有字 然而这时大爷却越发紧张 似乎在隐瞒着什么 迈克眼看情况不对 果断拉下手杀 然后打开车门跑了出去 这才看清广告牌上写着图森有活人 而图森正是他的故乡 瞬间燃起了他的希望 就在他兴奋不已时 却被大爷一锤子砸晕 等他醒来时大爷正在给他消毒 而醒来的他还一心想去图森 大爷告诉他那是阴谋 是政府为了骗人去图森故意留下的字 可对迈克来说不管是不是阴谋 他都要回去 只因那是他的故乡 那有他的家人 眼看迈克如此决绝 大爷只好用枪威胁 毕竟好不容易有人陪着自己 他可不想这么快就逝去 就在他一不小心将枪弄掉时 迈克当即上前争抢 结果又被大爷打晕 当大爷看到迈克防护覆破了 当即认为他必死无疑 于是将他丢到了户外停尸房 等迈克醒来后 看到果实袋上的流言 立马就知道发生了什么 而他能够安然无恙 也间接地说明陆地上 已经没了病毒 刚和漂亮的女友分手 就和隔壁的寡妇搞到了一起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前女友又突然找他复合 因为不愿看到前女友伤心 他又稀里糊涂地 和前女友发生了关系 这边刚一结束 他就有了深深的负罪感 便决定去向盖尔坦白 结果还没开口 就又被拉去浇工粮了 眼看在这样下去 他迟早要被掏空 既然盖尔这边没机会解释 那就去劳拉那边解释 可只要一进屋 他根本连开口的机会都没有 事已至此 他只能躲开两人 为自己续条命 与此同时 玛丽因为迟迟未能怀上孩子 便想让马克 测测精子的活跃度 马克对自己很是自信 满口答应了下来 可结果却让他有点尴尬 显示正常的第二条杠 一直没有出现 马克只能各种找理由 随后又多测几次 但结果还是一样 面对这个羞辱性的事实 马克是一万个不愿相信 最终找了个还算合适的理由 那就是产品过期了 可玛丽一句过期了 为什么第一条杠还会出现 一下给马克整无语了 为了证明过期的不可靠 马克前去邀请韦德测试 虚弱不已的韦德 还是勉强答应了 可就在这时盖尔又找了过来 以玩猜自由戏为借口 再次将韦德请到房间 看得出来 他已经做好被榨干的准备 晚上玛丽又准备了几个问题 是关于精子活跃度的问题 第一个是之前 是否有抽烟吸食大麻等行为 在马克的眼里 这些是一个米国男人的标准 当即自信地说道 当然 殊不知这对男性精子的活跃度 影响很大 第二个是小兄弟 以前有没有被打过 这个当然也是免不了的 毕竟男人都有被人掏蛋的经历 第三个是单身男人最爱干的事 干过很正常 但如果过度影响很大 这点其实也不用问 综上所述 马克精子活跃度不高的可能性很大 此时的马克还坚信 自己的精子没问题 直到看到韦德留下的检测结果 他才接受了现实 第二天一早还妄图 用偏方激活自己的精子活跃度 但显然他是想太多了 为了否认自己这个缺陷 他竟拿着韦德的检测结果 在玛丽面前谎称是自己的 如果证实马克的精子没问题 那怀不上的原因 就是在玛丽身上了 于是他又开始折腾了 从一书上学了套针灸的方式 来调理自己的身体 镜头一转来到韦德者 看到艾瑞卡来找自己 误以为他也对自己有想法 爱心泛滥的他便主动亲吻了上去 亲完后韦德也差不多疯了 对自己的禽兽行为极其反感 只能将气全都撒在了摩托艇上 开着他在海上疯狂发泄 不一会几位女士都来到了海边 而想清楚的马克准备向玛丽坦白 却被也要坦白的韦德打断 无奈的马克只好先让他坦白 在听到韦德所做之事 大家全都惊讶不已 而他的理由是自己谁都不想伤害 甚至还提出了一副多期的想法 简直是禽兽不如 抱怨完韦德后 马克也坦白了 其实不行的是他 然而就在这世沙滩上 却出现了一个人影 可没想到在末日后的第一次相见 等待弟弟的却是哥哥的拳头 只因在末日前 弟弟抢了哥哥的女友 面对夺妻之恨 哥哥一辈子也忘不了 眼看两兄弟越打越激烈 直到一直处于下风的弟弟 主动向哥哥认错 这出闹剧才得以停止一回 但吃了亏的弟弟 却突然开始抱怨 我被困在太空三年 一直想着的就是你 冒死回到地球 第一时间还是想着来找你 可你却这样对待我 听完弟弟的抱怨 马克也觉得自己有点过分 赶紧给了弟弟一个 久别重逢的深情拥抱 而这出奇葩的闹剧 直接给大家整懵了 马克发现后 赶紧向大家介绍了弟弟麦克 晚上大家特意准备了大餐 来迎接麦克 然而这两兄弟 却你一句我一句的互喷 恨不得将对方小时候的 糗事一托而快 这应该是很多亲兄弟之间的常态 特别是年龄相差不大的 在两人的互喷中 马克以前的外号飞机残液再次出现 其中的故事更是不适合公开 但从大家的笑声中 就能知道绝对是超级有意思 晚餐后 维德主动负责洗碗 当盖尔进来后 他显得很不自在 毕竟自己白天在沙滩上说的 一副多妻制度确实很恶心 赶紧主动向盖尔道歉 在盖尔离开后 劳拉又进来 维德又主动向他道歉 被挣在气头上的劳拉一顿鼠落 但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在劳拉和盖尔深入聊了一次后 两人竟一起主动找上维德 同意了一副多妻的想法 毕竟在末日后的世界 男女比例本就相差很大 出现这种情况也算是情有可原 从这一刻开始 维德成为了末日后最幸福的男人 而对于马克来说 弟弟的出现 让他原本就岌岌可危的地位 更加不牢固 看着大家都围着弟弟转 无奈的马克只能埋头生嫩气 偶尔宣示下主权 刷一刷自己的存在感 可麦克那外太空的精力 以及吉他弹唱的魅力 让他始终能成为大家的焦点 眼看在这么下去 自己又要成为外人了 于是马克也决定办个演唱会 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实力 可他精心准备的演唱会 却迟迟没有人来 让一向自信满满的马克开始怀疑人生 直到三小时后 大家才一起走了进来 马克生气地问到你们怎么才来 这才知道麦克办了个预热派对 所以大家才来迟了 显然又是麦克在和自己作对 为了将他比下去 马克必须用尽全力 可在他卖力的歌唱时 麦克却也没闲着 这让马克很不开心 当即停下来说他 指责他不该抢自己的风头 就这样好好的演唱会 又变成了两兄弟的互喷大会 最后以麦克生气地离开而结束 就在马克以为自己终于赢了一次时 回去后却被玛丽一顿指责 说他不该那么对麦克 马克反思后决定明天一早去向麦克道歉 可当他第二天醒来后 却发现自己的头发和胡子被剃了一半 看起来像是被核弹打了脸 也像是精神分离的连环杀手 不得不说他走在了潮流的前端 要是我剃了个同款 估计连家门都踏不进半步 然而马克之所以会是这个发型 自然不是因为好看 而是弟弟趁他睡觉时偷偷剃的 但为了不在弟弟面前认输 他只能嘴硬地说非常喜欢这个发型 同时向弟弟表示感谢 麦克一看哥哥这么能忍 当即告诉了他一个更不幸的消息 那就是斯密处的毛发也是同款 吓得马克赶紧查看一番 果然正如麦克所说 但他也只能强忍着怒气 再次向麦克表示感谢 当晚他就采取了报复行动 趁没人之际在麦克的睡袋里 塞满了有毒的藤蔓 眼看已经大功告成 提起灯就准备离开 却突然发现了桌上的盒子 出于好奇上前查看 考虑到麦克轨迹多端 马克谨慎地用竹竿将盖子打开 发现是一整箱前后 悬着的心瞬间放下 大胆上前翻看 结果被喷成了蓝精灵 显然他再次被麦克戏耍 更可恨的是一时还洗不掉 但为了不让大家嘲笑 他只能用粉底尽量遮挡 并宣称这是最流行的妆 他这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行为 大家也只能看破不说破 说完脸的是 马克故意问起大家 昨晚睡得好吗 然后特意看向马克 没想到他睡得非常好 原来为了躲避马克的报复 麦克已经搬到别处去住了 眼看计谋没得逞 马克又想方设法地套麦克的住址 结果他一点不上当 无奈的马克只好采取跟踪的办法 很快就顺利找到了麦克睡觉的地方 当晚就带着一袋子的有毒腾万 出现在麦克家门口 准备偷偷潜入屋内 结果刚进大门就闹出了巨大的动静 就在马克惊慌失措之际 屋内的灯突然亮了 麦克正直挺挺地站在他面前 显然这一切又在麦克的计划之中 眼看已被他识破 但马克还是死不承认 麦克只好用激将法 逼着他来自证 为了那所谓的虚荣心 马克竟将有毒的腾万塞进私密处 可即使他不顾一切的自证 麦克也不相信 告诉他我知道你想干嘛 我一定会报仇的 说完淡定地离开了 原来这里根本不是他住的地方 不由地让马克开始忌惮他的聪明 然而麦克根本没给他思考的时间 当晚就执行了新的报复计划 等马克迷迷糊糊地醒来后 就直接摔下了悬崖 好在崖底有个垫子 马克才没有受伤 但确实被吓得不轻 可这只是麦克的第四次报复 他明确地表示还有两次 这可把马克吓坏了 而此时维德正周璇与两位女友之间 这是多少男人的梦想 可以明目张胆的同事和两位女性交往 而且三个人还能和睦相处 简直是烧了几辈子的高香才得来的福气 然而就在他沉浸于美色之时 好兄弟马克却被他弟弟整个每月提心吊胆 不忍看兄弟一直这样下去 但他的时间又已经平分给了两位女友 实在是疼不出多余的时间 可看着马克只能躲在柜子里度日 维德再也忍不住了 决定为兄弟两肋插刀 毅然决然地和他剃了个同款发型 以此对他进行声援 眼看已经波及到他人身上 麦克立即主动认输 并表示复仇结束 傻傻的维德还真以为自己一出面事情就解决了 只有马克最清楚 这只是麦克的还兵之计 为了防止麦克的报复 马克在屋内铺满了简易的报警系统 妻子玛丽不想看丈夫和弟弟继续争斗下去 于是拿出丈夫小时候的照片 试图用亲情感化丈夫 看着曾经幸福的一家人 马克也很有感触 便答应妻子不再与弟弟争斗 实则却想好了一个妙计 拿着父母给弟弟写的信 故意当着他的面读 让他一下子陷入了无尽的回忆之中 眼看将弟弟的情绪调动了起来 马克却不愿将信交给弟弟 然后还提醒他自己会把信藏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 结果转头就被弟弟发现 试了一遍马克常用的密码 轻轻松松就打开了保险柜 成功拿到信件后 才知道这是马克的阴谋 信根本就是他自己写的 这让麦克很是生气 一声不吭地离开了 当弟弟走后 马克看着以前的合照以及信件 心中百感交集 觉得自己确实有点过分 当即去找了麦克 将真实父母写的信交给了他 这一刻兄弟俩也说开了 决定再也不互相争斗 可当马克离开时 诱中了麦克的恶作剧 他赶紧解释这是我们和解前安排的 这次马克没有说他 只是回了个国际友好手势 从这点来看 兄弟俩应该是真的和解了 另一边韦德自从剪了这个发型后 整个人瞬间变得条理清晰 当着大家的面自告奋勇 说自己虽然不是很厉害 但非常愿意帮忙 只要是大家跟我开口 能帮的一定尽全力帮 这突如其来的男子气概 让所有人为之一惊 对他也有了重新的认识 而此时玛丽正好有事求他 便趁着两人独处之际 再次确认是什么忙都能帮忙 在得到韦德肯定的回答后 他直接提出让韦德帮自己 怀一个马克的孩子 韦德思考再三后还是同意了 毕竟马克没有那个能力 但又很想要孩子 这么做也就是在帮他们 再搞定了韦德后 现在唯一的阻力就是马克 马克也不敢确定 他知道后会是什么反应 可为了原有孩子的这个梦 他还是鼓足勇气提出了这个方案 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 丈夫会答应的如此痛快 当马克得知要用最传统的方式 进行受惊 也有一些顾虑 但最终为了原孩子梦 还是一咬牙答应了下来 突然他想到自己弟弟不是也行 为什么马力没提 原来马力以为他肯定不会答应 毕竟之前两人还争个不停 然而虽然现在两人和好了 但马克确实还是不愿意 受惊的这个人是弟弟 毕竟病毒爆发前弟弟就有过夺女友之恨 可为了不伤弟弟的心 在将此事告诉他后 故意提到也有考虑过他 只不过马力不同意 一下就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 又因为马力是个讲究人 既然要和维德发生关系 那么就得结婚 就这样末日后最隆重 也是最诡异的一场婚礼 就这么开始了 作为证婚人的马克 在结婚现场和马力解除婚姻关系 然后亲自将前妻送到维德手上 怎么都感觉怪怪的 就在维德宣誓时 他提到了马克就像是自己的兄弟 就是这句话 让马克的思想发生了变化 既然马力都是要和别人生孩子 为什么不和亲弟弟生 这样至少和自己还有血缘关系 于是马克当即宣布 让弟弟代替维德 一句你是我的兄弟 但麦克是我的真兄弟 瞬间让维德颜面无存 可在大家面前 他还得装作内心毫无波澜 安安静静地看着麦克和马力完婚 不久后他就会庆幸自己逃过一劫 为了恭喜两人洗劫连礼 马克特意为他们准备了一个礼物 一套专为两人同房准备的衣服 看设计就知道马克煞费苦心 然而这还只是他计划的第一步 为了确保马力不会爱上麦克 两人同房时马克必须在场 这匪夷所思的要求简直有悲人性 但两人也无可奈何 只能按马克的要求做 放不开是自然的 可还得硬着头皮去做 整个过程煎熬到不行 麦克更是发挥得超不尽如人意 第二天还得遭受马克的当众嘲笑 麦克无奈地解释到 有人看着谁也发挥不出来 就在这时马力拿着测卵工具走了过来 说自己正在排卵期 要麦克继续同房 然而细心的艾瑞卡却发现 这根本不是测卵工具 而是验孕棒 然而此时马力还没意识到什么 继续准备同房 直到劳拉看后 大声地说到你怀孕了 马力一脸疑惑地上前查看 在得到非常肯定的回答后 他才终于反应了过来 马克见状还不忘夸弟弟厉害 但此时的麦克非常清楚 自己昨晚根本就没那个 这孩子应该是马克的 面对这从天而降的惊喜 马克简直乐开了花 然而就在这时 正躺在椅子上放松的盖尔 却看到了一架无人机在面前 要知道这可是末日后的世界 出现这种情况可非同反响 吓得盖尔赶紧跑回去通知大家 可他那夸张的表现形势 再加上醉熏熏的样子 一致让大家觉得 他是喝多了出现了幻觉 被大家这么一说 盖尔都开始怀疑自己了 为了自证他赶紧又跑了出去 结果却不见无人机的踪迹 这下真是做事他喝多了出现幻觉 第二天一早 马克和弟弟正偷偷干掉一包培根 就在两人刚吃完 韦德却不请自来 那还未来得及消失的香气 一下就出卖了两人 为此马克只好承认了 但他强调自己有去找韦德 只是没找到 正在气头上的韦德自然不幸 想起当初和马克一起偷吃培根 可如今已物食人非 自从马克的弟弟来了 两人的关系就急转而下 显然韦德这是吃错了 留下伤心的表情失望而去 这让马克很是难受 思前想后决定去找他说开此事 一见面就各种重提两人的美好时光 试图说服他不论什么时候 我们俩都是亲如兄弟的好兄弟 可韦德却不吃这一套 强调自从迈克出现后 自己就变成了备胎 还是可有可无的那种 眼看韦德要跟自己掰着 马克也不藏着掖着了 指责他自从有了两位女朋友后 时间全都在女人身上了 典型的娶了媳妇忘了兄弟 可韦德对此却并不认可 强调这都是马克一手造成的 说完气愤地离开了 为此迈克特意为他准备了一次丰盛的午餐 可以算是两人的第一次约会 可刚尝到爱情甜头的迈克 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突然咳了一口血 更没想到被大家知道后 直接就要将他隔离 因为大家都怀疑他被病毒感染了 只有马克很肯定弟弟不是病毒感染 可出于安全考虑 大家纷纷穿上防护衣 并为他建造了一个隔离舱 面对这种被孤立的感觉 迈克是有苦说不出 毕竟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了 而一旁的马克不愿看着弟弟被孤立 最终决定脱下防护服 并一直陪在他身旁 随后艾瑞卡也主动上前陪着他 在和迈克聊了会后 他感受到了浓浓的爱意 在听到迈克把这称为第二次约会 艾瑞卡更是感动地直接脱下防护服 原本以为有了两人的支持 大家会慢慢开始改变迈克被病毒感染的想法 但谁也没想到 当晚母奶牛就莫名其妙地死了 加之迈克当时是在母奶牛身边可出血的 大家自然而然更加怀疑迈克感染了病毒 唯有马克一直坚信弟弟没有被感染 为此不惜和大家反目成仇 这让迈克很是感动 但越是这样他越是觉得自己不能害了哥哥 趁马克睡着后偷偷离开了这里 甚至还留了纸条让他别来找自己 可好不容易和弟弟相聚 马克绝不会让他独自承受这一切 在和玛丽告别后 便踏上了寻找弟弟之行 而他的目的地也很明确 那就是自己位于徒孙的老家 离家多年的迈克肯定会回去那里看看 果然在屋子里发现了他 但情况看起来似乎不太乐观 吓得马克不停地呼喊他的名字 结果迈克突然起身 原来这又是他的恶作剧 这次马克没有丝毫不开心 毕竟现在迈克是弱势一方 另一边还在马里布的几人 也在反思是不是对迈克有点过分了 唯有劳拉很坚定地说到 无论是谁出现这种情况 我都会果断将他赶出去 就在这时院子里的小奶牛又在嗷鬼叫 大家只好出去一探究竟 可似乎对他的哀叫毫无头绪 然而就在这时 上次那个无人机再次出现 这次大家都在 盖尔终于可以给自己证明了 但很快无人机又飞走了 大家都在期待他的下次出现 想向他背后的人传达友好的信息 很快无人机再次出现 大伙赶紧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纸板 上面写着我们是好人别害怕 可这一切都被一声枪响打破 面对大家的质疑 劳拉很淡定地说到 不管是谁派来的 肯定都是个大麻烦 说着又朝无人机开了一枪 这是要让他粉身碎骨啊 维德对他的做法非常不认可 毕竟无人机的那头 很有可能也是一位幸存者 但对劳拉来说 健康的大家才是幸存者 他不希望有任何危险危及到大家的安全 镜头一转来到马克者 正在床边陪着迈克的他 突然也咳了一声 随之而来的是手里的血 显然这和迈克之前的情况一样 不由得让迈克担心他也感染了病毒 眼看迈克已经完全相信了 马克这才告诉他真相 其实这只是番茄匠 这次他终于完美地骗过了迈克 算是报了今早之仇 但玩归玩闹归闹 两兄弟的感情绝不会变 趁着这个机会 马克也将那人不忍鬼不鬼的发型给剃掉 随后还带他去看了父母的墓 却意外发现也有自己的墓 原来马克以为迈克已经不在了 便给他在父母边上立了个墓碑 让他死后能好好陪陪父母 眼看马克已经埋过自己一次 这次迈克说什么也不让他埋了 第二天一早就将他支走了 可等他回去后 却发现劳拉正在受罚 原来因为紧张过度 昨晚上劳拉差点对玛丽开枪 就在两人互诉这两天的经历时 突然听到盖尔的呼喊 赶紧赶了过去 原来海上有艘游艇 上面有三位全副武装的人 正带着武器朝他们而来 吓得大家第一时间想跑路 结果却发现路被车挡住了 车钥匙又没在身上 无奈的大家在如此慌张的情况下 还得满屋子找钥匙 眼看危险越来越近 在马克的指挥下 大家各自拿着顺手的武器 躲在暗处伺机而动 就在神秘人走进客厅时 维德发现了钥匙 于是不顾盖尔的劝阻 冒险去拿钥匙 不料一碰到钥匙就发出了声响 成功让神秘人发现了他的位置 随着两人被发现 我在沙发后的三人也赶紧出来造势 企图以人数优势压倒对方 然而神秘人毕竟手握武器 双方就这样僵持不下 即使劳拉拿着散弹枪出现 也依旧没能打破平衡 直到他开枪打倒一人后 平衡才瞬间被打破 只是可惜了那个重枪者 刚一出现就下线了 随后为他举办了隆重的葬礼 葬礼结束后又开始盘问剩余的两人 长着亚洲面孔的男人叫路易斯 始终不愿摘下防护面具的男人叫戴维斯 他正是之前不愿迈克去寻找家人的那个大叔 在遇到路易斯和死去的科尔后 便开始环海航行 直到看到这里有灯光后 才决定上前查看 之前不愿上岸的戴维斯 如今看到这里生活着几个幸存者 也想留在这里 可对于不太了解的两个人 大家还需要商量一番 鉴于他们拿枪的行为 劳拉等人是不想留他们 但马克似乎对新人很是欢迎 各种说好话 最终在他的软磨硬泡下 大家还是接受了两位心愿 可在第二天就发生了一件闹心的事 只因艾瑞卡说了戴维斯的眉毛不好看 他就激动的要冲过去打艾瑞卡 老在是被马克及时拉住 事态才没有恶化 可就是这件事 让大家更怀疑戴维斯了 于是趁他不在时 偷偷询问路易斯 一开始他支支吾吾的不敢说实话 直到知道戴维斯不在附近时 这才如实招供 说他不仅是个疯子还很危险 在将具体细节说出来后 大家也是惊讶不已 而毫不知情的马克正和他一起玩炸码头的游戏 期间戴维斯提到了死去的迈克 而马克的弟弟也叫迈克 只是此时两人都没想到他们口中的迈克是同一个人 等马克回去后 大家立即将情况跟他说明了 可马克还是不相信 毕竟相处下来他觉得戴维斯还不错 就在这时戴维斯走了过来 大家瞬间安静了下来 好在他并没有听到刚才的对话 过来也是为了给大家送礼物 直到他看见迈克和马克的合照后 瞬间跟变了个人似的 拔出枪威胁大家 原来他误以为这里是政府的基地 担心他们要拿自己做实验 上头的他完全不听解释 一时间吓得大家不知所措 好在是散弹枪里没有子弹 大家这才得以逃走 可没想到启动车辆后 他又突然出现在前面 为了大家的安全 维德只能冒死冲过去 即使将他撞倒在地 大家也不敢回头查看情况 直到因为汽油过期的原因 车速变得越来越慢 大家才决定到附近的别墅暂闭一下 冷静下来后 开始讨论戴维斯到底死没死 对于这个问题 大家的意见非常不同意 为了得到肯定的答案 同时也为了让大家能安心 马克主动站了出来 决定独自去查看戴维斯的生死 出于安全考虑 他带着四五个小弟一起同行 虽然如果真的发生些什么 他们也帮不了忙 但至少能起到壮胆的作用 很快马克就发现了 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戴维斯 经过几番尝试后 戴维斯依旧是一动不动 不动的消息带了回去 可维德听到戴维斯死了 却异常难受 因为这意味着他杀人了 即使大家说他杀的是个该死的人 维德还是无法接受 跑到一旁思考人生去了 马克见状赶紧上前安慰他 可无论他说什么 杀人的事实都无法改变 维德的自责也就无法消失 眼看他要亲自去看一眼 马克立马想到了一个计划 于是他想方设法地先赶了过去 等维德过去后 戴维斯的尸体却不见了 两人一路小心地搜查着 结果看见了满墙的留言 说的是要找大家报仇 还特意提到绝不会放过维德 从现场的情况来看 肯定是戴维斯还活着 这要是让大家知道 岂不是要生活在惊恐之中 于是两人一商量 决定隐瞒真相 既然危险已解除 大家便准备回去继续生活 没想到遭到马克的阻拦 但他又找不到合适的理由 最终大家一致决定要回去 眼看拦不住大家 维德想要向大家坦白 却被马克拦住 两人这诡异的行为 瞬间引起大家的怀疑 最终只能将戴维斯 还活着的消息说了出来 这下大家立马炸过了 只要他还活着 危险就还存在 眼看自己捅了大娄子 马克赶紧找上玛丽 将真相告诉了他 其实墙上的留言都是他写的 为的就是让维德 以为戴维斯还活着 这样他就不会内疚了 结果没想到事情变成了这样 聪明的玛丽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只要戴维斯再死一次 所有问题就都能迎刃而解了 于是夫妻俩上演了一出 自导自演的戏码 可那拙劣的演技 一眼就被大家看穿 而马克上来后 路易斯气愤地问道 你是觉得我们是傻子吗 就是这句话 直接让马克哑口无言 赶紧将真相说了出来 但这次大家都没怪他 毕竟他是为了让维德好受点 原本事情到这就告一段落了 可玛丽不经意的一句 你们把海上的船炸掉了吗 瞬间让马克惊讶不已 毕竟他可没这么干 意识到不对劲的 他赶紧带大家去找戴维斯 结果发现尸体不见了 这么看来他似乎还活着 大家顺着血迹一路来到了海边 显然是从海上离开的 在加之戴维斯之前 就是乘船来的 现在尸体不见了 船也不见了 大家不得不怀疑 他可能没死透 要知道这个疯子如果还活着 大家将不得不 面临巨大的潜在威胁 然而马克却很肯定 他不会回来了 因为他一直觉得 陆地上病毒还未消失 如今他选择了离开 就肯定不会回来 马克的话并没有让大家放心 直到路易斯表达了相同的看法 大家这才稍微安心了 毕竟他最熟悉戴维斯 马克知道大家心里还有担忧 便在门口搞了些简易的报警装置 这不还特意让玛丽来试试 效果可以说非常好 只要有人走过 必会触发警报 另一边劳拉也没闲着 在泳池边搭了个堡垒 一旦发现外面有危险 这将会是个最佳反击点 当然玛丽那边也没闲着 为了以最快的速度 除去墙壁上留下的影响 她机智地发挥了文字的魅力 将原本很可怕的话 不得不说还算是将久 为了加强大家的自慰能力 马克决定每天晚餐前 都要上一节自慰课 这得到了路易斯的赞同 马克很是开心 当即让他帮自己演示下 原本只是想展示下电击枪 结果一不小心摁下了开关 差点没把路易斯送走 不过演示效果还是很棒 傲晚门口的警报声响了 大伙全都被吵醒 小心地往门口走去 结果是去喝水的艾瑞卡 经过这件事 玛丽决定升级报警系统 那就是让大伙带个口哨 穿个硬邦邦的鞋子 当初发警报时 一边吹口哨一边有规律的踏步 这样大伙就能知道是自己人 可那硬邦邦的鞋子 遭到大家的抗拒 那就光吹口哨就好了 同时马克还在屋内 各处放了电击枪 遇到紧急情况 可以到最近的地方拿它 而劳拉也没闲着 他在屋内多处墙壁上挂了斧头 同样也是遇到危险情况 可以拿下来自慰 然而这还没完 为了防止戴维斯从沙滩登陆 他特意在沙滩埋了很多地雷 只要戴维斯一来陆地 立马扎他的粉身碎骨 眼看大家的行为越来越极端 路易斯不禁提出灵魂疑惑 为什么我们在面对一个疯子的威胁时 不选择离开这里 要知道现在我们想去哪住就可以去哪住 面对路易斯的提问大家都愣住 唯有马克很坚定地回答道 因为这里有我们的记忆 这里有我们想要的东西 你才来五天当然不理解 说吧气愤地离开了 显然马克将大家的心声说了出来 但晚上又发生了一件事 彻底改变了大家的想法 原来因为涨潮导致引爆了地雷 从而让大家心惊胆战 直到路易斯说明了情况 大家才冷静了下来 可这种担惊受怕的生活大伙都不愿意过 在路易斯的带头下纷纷同意离开 第二天一早 大伙就收拾好行李 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这个生活了近一年的地方 这是有多相信自动驾驶 还敢在车上喝到昏睡过去 在这场末日幸存者大转移的路上 盖尔就这样将自己完全交给了自动驾驶 可没想到一路上都没事 结果下车休息时 车却自己走了 等盖尔反应过来后为时已晚 毕竟自动驾驶只有在车上才能控制车辆 气得盖尔只能在那手脚并用地抱怨着 然而更不好的消息是艾瑞卡的车也坏了 谁能想到在出发的第一天就接连损失了两辆车 似乎预示着这趟转移之路会不太顺利 我不其然 当第二天他们兴致勃勃地来到圣弗朗西斯时 等待他们的却是一座焚烧殆尽的废墟之城 很显然是着火了又没人管 才导致整座城都被烧掉 但火又是怎么着的 毕竟这座城市也没人生活 这时马克突然想起当时为了寻找这里是否还有幸存者 自己点燃了一座烟花工厂 显然火灾就是那是造成的 为了撇清关系 马克紧张地说到应该是自然灾害造成的 比如闪电什么的 被他这么一说 大家也就没深究了 可接下来该何去何从又是个大问题了 纷纷开始说起自己最想去的地方 但却被马克一举让方舟决定我们的去处 意思就是听天由命 开到哪里是哪里 就这样大家迷迷糊糊的又上路了 最可怜的还得是路易斯 被马克邀请到他的囚车上 一路上不是在听他唱歌 就是在听他不停的叨叨叨 似乎有说不完的话 路易斯是想睡又不能睡 仿佛热锅上的蚂蚁怎么都不舒服 而另一辆车里的两位孕妇也好不到哪去 玛丽觉得空调的温度太高了 可爱瑞卡却觉得刚刚好 两人就因为这个一直争吵不休 最后副驾上的玛丽一气之下开到最低温 结果没一会车就抛锚了 就这样又损失了一辆车 但好在还有两辆七座以上的车 再七个人完全没问题 好力道大家互相间有矛盾 马克便让大家自己选 喜欢坐哪边就坐哪边 结果显而易见 相比和马克坐同一辆车 他们之间的矛盾根本不算啥 但人算不如天算 韦德的车也熄火了 只能被迫挤在一辆车上 这可把马克高兴坏了 说话的声音都提高了几度 只是难为了车上的其他人 在听到他那没有一句在吊上的歌声后 大家再也忍不住了 纷纷开始抱怨 没曾想歌声一停 车也跟着停了 好在这次不是坏了而是没有了 但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 没有和车坏了是一样的结果 就这样大家不得不放弃装备 顶着接近40度的温度 走在滚烫的马路上 即使这样了马克还不忘一路叨叨 连一向好脾气的马力都忍不住嫌他烦了 不知走了多久 终于看到了一处荒废的超市 决定先在这度过一晚 可就在讨论接下来去哪时 大家的意见又出现巨大的分歧 眼看一时无法做出决定 等不及的盖尔便决定独自出发 然而就在他准备离开时 劳拉却发现了一处神秘光源 大家看后全都被吸引了过去 竟有一座彻夜通明的大厂房 大家无不对气充满了好奇 于是怀着忐忑的心情慢慢走了进去 正对着入口的空调 让他们感受到了久违的清凉 一楼还是未装修的样子 没啥可看的 大家变成电梯来到二楼 这层是一个超高标准的办公室 随着声控灯一亮起 这超前卫的设计 无不让大家惊讶不已 然而惊喜远不止此 首先是马克发现了速冻礼萨 这下终于可以改善伙食了 接着是玛丽发现了可以冲水的马桶 要知道自从末日后 他们就没用过冲水马桶 因为外面的马桶几乎都瘫痪了 然后是制兵机 中央空调 无限宫殿的发电机 可以说这里就是末日后的天堂 可偏偏在大家开心不已时 路易斯却来了句 你们真的要在办公室定居吗 马克听后激动不已 赶紧解释到这里就像是一张白纸 可以让我们自由发挥 最终在大火的劝说下 他也同意了 经过一晚上的休整 马克开始划分区域了 因为这里一共有五层 所以可以做到一加一层 马克和玛丽选择了还未装修的一楼 在这里他可以尽情地发挥 在他的指挥下 大家很快分好了楼层 只是维德略显尴尬 本以为自己可以在盖尔和劳拉的那两层随意煮 怎料盖尔却拒绝了他 那他就只能和有点疯疯癫癫的劳拉住一层 经过一天的养精蓄锐后 晚上他们就彻底疯狂了 可就在玩得尽兴时 却突然没电了 因为是晚上的缘故 只能等白天再去修 也正是这场停电 促成了整部剧最经典的一个场面 马克和玛丽在一张长达30米的桌子上 吃烛光晚餐 说话完全靠喇叭 加个料还得靠卡丁车 这极具讽刺性的一幕 其中的生意需要你细细品味 第二天一早 马克就来到了机房 虽然他什么都看不懂 但至少知道尝试 在几乎将所有开关都试了一遍后 总算是找到了那个关键开关 另一边维德为了好好洗个澡 竟想到了利用消防喷头 真不知道是要夸他聪明 还是要责怪他教坏孩子 就在他正喜的兴起时 盖尔却找了过来 他知道最近两人的关系有点僵 而为了解决这点 他也想明白了 决定和维德和平分手 听到这个消息 维德表现得也很淡定 似乎早已做好准备 但独处时还是心烦意乱 好在马克及时发现他不对劲 得知原因后好好开导了一番 突然远处传来一声巨响 两人当即随着声音的方向找去 这才知道玛丽差点被屋顶掉落的艺术品砸到 就在大家都认为是意外时 细心的马克发现了一场 从吊着艺术品的绳子来看 明显是被人剪断 果然很快在椅子下发现了作案工具 从而坐实了这是有人蓄意为之 而唯一不想住在这的路易斯 就成了他最怀疑的对象 这不才对他进行监控 甚至连上厕所都不放过 可以说是安全感满满 只是依旧没能拿到证据 第二天下午 马克和维德在自制的浴室洗澡 就在两人洗得正舒服时 却突然停水了 马克立马意识到不对 抱起衣服就冲到了厕所 发现马桶也没水了 显然又是有人刻意为之 而马克很肯定就是路易斯 于是气冲冲地找上了他 当面揭穿了他的恶行 并让他想去哪就去哪 这里不再欢迎他 一头雾水的路易斯没有说话 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 直到玛丽的出现 事情才真相大白 原来这一切都是他自导自演的 看玛丽那生气的样子 马克赶紧追了过去 见他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知道他肯定是受委屈了 晚缓坐到床上 小声问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只见玛丽快速转过身 略带哭声地说到 我一直梦想的一家人生活的地方 是一座有白色木栅栏 带小院子的小房子 我不想让那个梦想破灭 听到这里马克终于明白了 其实这一切都怪自己 怪自己没有多关心玛丽 说开了的两人因此更加恩爱 为了深表歉意 玛丽当众向大家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因为并没有人受伤 所以大家都原谅了他 但他却不能原谅自己 坚持做错事就要受到相应的惩罚 毕竟这可是他自己提出的规矩 在他受罚期间 马克为他建造了一个梦想中的家 彻底打消了玛丽离开的想法 眼看错怪了好人 马克心中有愧 便想方设法地要得到他的原谅 可好巧不巧 今天是路易斯和男友的结婚纪念日 他不想被打扰 但马克却不依不饶 说是要为两人写一首歌 在路易斯大概介绍了男友后 马克便开始了自由创作 只是内应凑出来的歌词 加上那生硬的声音 实在让人听不下去 硬着头皮听完后 路易斯赶紧起身离开 另一边玛丽为了让还未出生的孩子 能有个完整的家庭 竟想扔盖尔当干妈 面对这个奇葩的请求 盖尔是一百个不愿意 很果断地拒绝了 而此时马克又追到了路易斯的房间里 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也许路易斯的男友还活着 毕竟去了太空的弟弟都能和自己重逢 所以说明一切皆有可能 便想着带路易斯回家找找看 也许男友正在家里等他 可路易斯根本不相信 直接将马克赶了出去 于是马克又派了玛丽来说服 却一眼就被路易斯看穿 没说两句就把他赶走了 不死心的两人又轮着上场 但始终说服不了他 最终马克选择了应来 将他电晕后 直接抬到了车上 等他醒来后已经开了二百多公里 事已至此 路易斯也只能从了 与此同时马力还在争取盖尔 为此他特意画了本漫画 讲述他们这个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眼看如果不答应 马力必定不依不饶 无奈的盖尔只能勉强答应了 但没想到他竟要千分认养协议 这让盖尔无法接受 激动地说道我也生过孩子 我不想再当妈妈了 而知真相的马力这才明白了过来 想明白后主动去向盖尔道歉 而盖尔也想清楚了 他明白马力作为母亲的想法 最终同意签下认养协议 镜头一转来到马克这边 两人终于回到了路易斯家 看着墙上的合照 路易斯忍不住痛哭了起来 就在这时马克突然从身后出现 一时间让路易斯以为是男友回来了 看清楚后果断将马克赶了出去 晚上两人在家里吃了顿好的 也就是这顿饭让路易斯毛色顿开 人都得抱有希望 生活才会有动力 经过这件事后 路易斯总算是认可马克了 两人也成为了真正的朋友 回去的路上 马克特意绕回路回了趟自己家 本想去看一眼弟弟 可到门口却迟疑了 最后留下自己的地址就离开了 因为他害怕进去 万一弟弟已经死了 自己就得违背他的意愿将他埋葬 所以不进去是最好的选择 不管他是生是死 就当他一直活着 另一边劳拉赤裸着上半身来找维德 一下让维德有点摸不清头脑 直到劳拉认真的说道 我终于决定了 决定跟你生的孩子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幸福 维德直接傻在了原地 因为他无法确定 一直处于疯癫状态的劳拉 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 果然随后劳拉的举动 就让维德无法接受 他竟然要和自己 演消声客就熟的片段 无奈的维德只能随了他的心意 可当看到劳拉真的挖了个隧道后 他彻底傻眼了 看着深不见底的隧道 维德犹豫了 就是因为他的犹豫 让劳拉变得更加疯狂 抱着假娃娃当起了母亲 维德只是想提醒他正常点 结果劳拉当场和他分手 并将他赶了出去 出来后正好碰到了马克 得知维德的情况后 当即表示要去找劳拉聊聊 怎料刚进去就被要求脱掉裤子 和他一起生宝宝 这要放在之前 马克绝对义不容辞 但是现在他已经有了老婆 和维德也是好兄弟 他不能做背叛妻子的人 更不能做给兄弟戴绿帽子的人 就这样他也被赶了出去 两小时后他去找了维德 将情况告诉了他 结果却得知 劳拉也跟路易斯说过要和他生孩子 这一下把维德的胜负欲给勾了起来 他急需知道劳拉到底是先跟谁说的 可维德也不确定 毕竟他也是听路易斯说的 再说这也不重要 确实对维德来说不重要 但对马克来说就是尊严问题了 所以他还是要去找路易斯问清楚 而此时他正在驾驶着模拟战斗机 马克立马坐到他身边 先是扯了些无关紧要的闲话 然后再提到这件事 路易斯只记得是吃早餐时 但不记得具体时间 这样还是无法知晓谁先谁后 于是马克又换了种问法 你吃早饭是早还是吃 在得到都是很早的回答后 马克也有了答案 然而就在这时又停电了 刚进电梯的盖尔被困其中 因为他去的是另一栋有商店的大楼 所以无论他怎么叫都没人听得到 只能期待有人会去修电 此时马克和路易斯正在配电式检查 马克对于为何会经常跳闸很是疑惑 而路易斯似乎早就看出问题所在 因为这里有很多栋楼 一直都是灯火通明 而其实我们都很少用到 平常应该将他们的总电源关掉 这样就不会跳闸了 对此马克非常同意 最终在两人尝试了几次后 终于找到控制这栋的总开关 也正是两人的这个决定 导致盖尔被困电梯出不来 无奈的他只能拉着手提琴 期待有人路过此地 与此同时劳拉还在继续疯癫 将假孩子从湖里捞了起来 并指责他不能在湖里游泳 一旁的维德看不下去了 出声提醒他不能再这样下去 没想到劳拉直接装成不认识他 对此维德毫无办法 坚定地说到无论你对我是什么态度 我都会像回旋标一样回到你身边 因为你是我爱的人 面对着深情告白 劳拉只是默默地离开 等维德再去房间找他时 只发现了劳拉留的再见二字 美女被困电梯已经六个小时 绝望地他掏出了手枪 别担心他不是要自杀 只是想开枪制造点动静 可他又害怕子弹会反弹 最终还是求生欲战胜了恐惧 朝着电梯门开了一枪 好在是子弹没有反弹到他身上 但也没人听到动静 只有一架自动扫地机从这路过 给了他不切实际的幻想 而此时大家全部的精力 都在劳拉离开的事上 全然没人注意到 盖尔也消失了很久 可怜的他听到了外面的汽笛声 立马拿起枪连开竖枪 但都被汽笛声完美地盖了过去 慌张的他一边叫喊一边装子弹 等他装好子弹 大家已经开车驶离了这里 经过三个小时的搜寻 几乎将附近能住人的地方找了个遍 却还是没有劳拉的踪迹 马克想要先回去休息 毕竟大家已经精疲力尽 但维德表示不找到劳拉他绝不回去 就这样盖尔在电梯里待了一晚上 直到第二天早上 玛丽才发现盖尔一夜未归 可对于一个心态正常 又没有什么不愉快事情的人来说 一晚上没在房间睡也很正常 毕竟这里有那么多地方 想在哪睡都可以 被大家这么一说 玛丽也没多想 继续按照计划进行搜寻任务 可经过一个白天的努力 还是没有一点劳拉的消息 一天一夜没睡的 维德累的坐在那就睡着了 趁着这个机会 大家开始商量接下去的计划 他一个大活人想去哪都可以 说不定这回都出国了 对于路易斯的观点 大伙都很赞同 便将维德叫醒 把决定告诉了他 没想到他还是不愿回去 开着车就出发了 却因为太过疲劳 直接撞到了护栏上 好在是车速不快 这才没有受伤 被大伙拉回去后 第一时间来洗了个澡 但还是难免悲伤 马克见状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告诉他别担心 有我们在一定会找到劳拉的 而此时盖尔正在尝试用工具 撬开电梯门 为了找到个类似锤子的工具 竟将一直陪伴他的模特的头 给掰了下来 还别说就这样一点一点 被他撬动了 一下就重燃了自救的希望 另一边马力有种强烈的预感 他觉得盖尔肯定也出意外了 但维德却始终不相信 一心只想着去找劳拉 气得劳拉只能躲进房间生闷气 然而在马克的一番开导下 他突然又能理解维德了 毕竟劳拉离开时状态很不对 而盖尔是主动走的 孰清孰众一目了然 随后主动去找了维德 要和他一起去找劳拉 而盖尔这边好不容易撬开了电梯门 但电梯的位置又很尴尬 无奈的他只能放声大喊 却没有任何回应 就在他准备放弃之际 外面突然传来了喇叭声 他立马精神了起来 朝着外面大喊 但光靠喊声还是无法让人听到 于是他开了一枪 听到枪声的大家紧张地往里面靠近 可他们还以为是劳拉在里面 结果他突然在身后出现 结合上他手里的枪 大伙自然认为刚才那枪是他开的 当即带着他一起回去了 美女被困电梯两天两夜 在错过了两次近在咫尺的机会后 他将所有希望都放在了扫地机器人的身上 可他却无法控制住扫地机器人 就在他几乎要放弃之际 看着模特的假发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 用绳子绑着假发 推到扫地机器人的必经之路上 等待他第二天再次经过这里 因为盖尔已经三天没出现了 大家一致认定他是偷偷走了 所以没人想着要去找他 正好又刚找到劳拉 所有的重心都放在了他身上 看着他神经兮兮的样子 大家都很担心 害怕他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 为了让所有人都安心 路易斯甚至提出了将他暂时关押起来的想法 但遭到维德的反对 为此维德只能寸步不离地守在劳拉的门口 可谁曾想因为睡得太沉 醒来后他又不见了 只能急匆匆地去找大家 眼看大家都没看到他 出于安全考虑 又不得不开始漫无目的地寻找 结果在一栋大厦顶上发现了他 那疯疯癫癫的样子 吓得维德立马跑了上去 而他却不以为远 在死亡边缘疯狂试探 似乎把这当成了一场游戏 最终在维德的劝说下走了下来 出了这件事后 维德只能狠心将他关了起来 与此同时 玛丽正和马克在户外度蜜月 马克玩得很是开心 而玛丽却看起来心事重重 直到钓上了一条鱼后 玛丽才开心了起来 甚至还未鱼取名小马克 毕竟在病毒爆发后的世界 鱼的存在也是奇迹 借着这件开心事 两人回到房车激情一番 可等他们出来后 鱼却没了动静 吓得马克赶紧给他做人工呼吸 可一通折腾下来 鱼还是没能挺过来 为了让这个可能是 世界上最后的一条鱼走的舒适点 两人合计给他挖个坑埋了 谁曾想坑刚挖好 红里的鱼又生龙活虎了 估计是被这土葬下的回光反照了 不管怎样活了就是好事 将他带回了家里 放在泳池里好生养着 另一边盖尔经过一夜的等待 终于是又等来了扫地机器人 而假发也不负众望 成功将扫地机器人困住 盖尔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字条 用口香糖将其粘在扫地机器人的身上 希望他能将这个消息传递出去 可还没走两步 就因为年力不足掉了下来 眼看希望再次破灭 盖尔一气之下直接打爆了扫地机 然后发疯式地喊着你们到底去哪了 在无奈地挣扎了一会后 他也彻底没了力气 似乎也看不到生的希望 看着仅剩的一枚子弹 他突然有了自杀的想法 慢慢拿起枪 淡定地将子弹装了进去 自从美女干了在楼顶边缘疯狂做死的时候 就被大家关进了一间拥有双面镜的屋子 时间一长他就跟疯了一样 呆呆地坐在镜子前一言不发 那圣人的眼神 看得屋外的人有点发慌 于是一个个进去询问情况 而劳拉面对不同的人 都只用一句话 就狠狠地戳中了他们的痛点 吓得维德直接不敢进去了 毕竟是他把劳拉关进去的 虽然此时劳拉正指着玻璃 虽然他看不到外面的人 但他的气势一点没丢 就好像看得到一样 吓得维德心里直发出 为了搞清楚劳拉到底得了什么病 玛丽和艾瑞卡正临时抱佛脚 但医学书对普通人来说简直就跟天书一样 毕时半会真理解不来 只能估摸他是得了一般的精神病 就在这时马克却带着他的恐龙套装来了 这无语的行为 直接让艾瑞卡留下一句 一群人中总有个别神经病 看得出来是对马克的夸赞 而他来这是因为从药店拿了一大袋的药回来 自认为这肯定有劳拉需要的 可没有医生无法诊断病情 就是有再多的药也不知道从何下手 这时的维德再也忍受不了 如果没有医生 劳拉的病情就无法确定 等他们要生孩子时 万一遇到了难产 没有医生后果将非常严重 更别说以后孩子生病了怎么办 维德的话让马克很有触动 当即去找了正在模拟飞行的路易斯 将他带到了附近的仓库 里面停着一辆随时可以起飞的飞机 显然马克的意图也很明显 眼看路易斯训练了这么久 已经达到了可以上天的要求 而一旦他飞上了天 就可以找到更多的幸存者 万一其中有医生 那问题不就都解决了 在马克的鼓动下 路易斯答应明天就上天 晚上大家特意为他办了的飞天宴 祝贺他明天能顺利上天 在大家的鼓励下 路易斯也更加自信了 第二天 马力更是将路易斯即将上天的消息 印在了报纸上 以此来纪念这个伟大的时刻 马克更是为他准备了一套飞行服 让他看起来像位战斗机飞行员 最后他在所有人的欢呼下 开着飞机上路了 眼看速度越来越快 很快就达到了起飞速度 在顺利起飞后 大家无不欢呼雀跃 可三秒后飞机就垂直撞向地面 引发了巨大的爆炸 路易斯就这样永远地留在了那 虽然尸体已经找不到了 但葬礼还是要有的 葬礼上大家纷纷主动发言 表达了对他的思念 特别是艾瑞卡 他似乎发现了一个规律 只要是自己爱上的男人 总会以各种意外的方式死去 为此特意给自己 取了个黑寡妇的名号 葬礼过后 马克来到教堂 在上帝面前无力地诉说着 每次我想力挽狂澜时 总会让事情更糟 请问我到底该怎么做 就在这时一道太阳光 正好射在他的脸上 让他以为是上帝的指示 便立马行动了起来 在忙了几个小时后 终于大功告成 并将大家召集到户外 就在大家都有所期待时 马克的操作再次让他们死心 纷纷以屋外太冷为由进屋去了 然而电源的接通 却意外救了被困的劳拉 美女被困电梯六天六夜 尝试了无数办法 最终都没能如愿 绝望地她拿起了枪 准备用最后一颗子弹 结束这被困的生活 但却在扣动扳机的那一刻放弃了 直到四天后 才因为马克那歪打正着的举动 重新连上了那栋楼的电源 电梯这才恢复了运行 已经饿晕过去的盖尔 又才被电梯的开门声吵醒 强撑着一步一步往外走去 遇到出来丢垃圾的马克后 他才真正得救了 可此时大伙还没注意到 他已经奄奄一息了 只是以为他刚从外面回来 直到他用孱弱的声音 说了个水字 然后就倒了下去 大伙才意识到他情况不对 赶紧将他扶到床上 因为一时找不到水 马克便给他来了一杯激情海滩 气得盖尔大喊 我不是宿醉 我是因为被困电梯十天 才变成了这样 而且腿上还中了一枪 这可把大家吓到了 好在他紧接着一句 是我自己干的 大家悬着的心才放下了 随后向大家讲述了 自己这十天的痛苦经历 在知道是马克接通了电源 才救了自己后 盖尔第一次觉得 有他这个烦人精也还不错 可路易斯和劳拉迟迟没有出现 还是引起了盖尔的注意 对于路易斯的事 马克还想讲的委婉点 但盖尔一下就看出了不对劲 直接问到他怎么死的 玛丽这才把真相告诉了他 至于劳拉的问题 几人则是直接将盖尔 带到关劳拉的房间 把情况跟他仔细说了一遍 随后便带着盖尔去休息了 第二天一早 马克正在玩保龄球 维德突然急匆匆地跑了过来 拉着马克就要去阿克伦 一下把他搞懵了 直到维德说那是劳拉的家乡 只要找到他的家 也许就能知道劳拉到底有什么病 知道原因后 马克当即出发了 经过几个小时的长途跋涉 三人终于来到了阿克伦 可没想到劳拉说了的假地址 导致两人找到了一个黑人家 不太聪明的马克还以为劳拉是被领养的 直到维德提醒他劳拉没说实话 马克这才反应了过来 眼看天色已晚 三人便直接在这住下了 不料第二天一早 劳拉又不见了 无奈的两人只好开着车漫无目的地寻找 突然马克一抬头 看见了路边巨大的广告 这才知道劳拉以前是个金牌房产销售 当即前往劳拉的公司 很快找到了他的工位 通过工位上的东西 获得了劳拉的家庭住址 二话没说就赶了过去 通过放在家里的照片 维德这才了解了劳拉的过去 但对于他的病情还是毫无了解 然而就在这时 劳拉却穿着职业装淡定地从楼上走了下来 甚至还跟两人打了招呼 全然不记得自己刚从两人身边逃走 而他们则默默看着劳拉 直到他吃下了包里的一颗药 维德才意识到那可能和劳拉的病情有关 赶紧将紧剩的那颗收好 因为他有可能揭开劳拉病情的真相 女人惊讶地发现刚拍的照片里出现了一个外星人 当即将大家召集到会议室 担心有人会紧张到图 刻意为美人准备了一个帽子 直接把大火整了一头雾水 当他打开照片时 大家的注意力全在两位主角身上 即使玛丽指出了外星人所在的位置 但由于清晰度的原因 也以为是个假人 直到玛丽连续播放多张照片 这才清楚地看到有外星人一直在动 无不露出惊讶的表情 玛丽淡定地说到应该是有人来了 那个人正是星球大战里的尤达 会后大伙开始研究起照片 希望能找到更多的信息 初步断定应该是个穿着尤达面具的人类 至于是好是坏还不得而知 但玛丽认为只要是个人 就一定要找到他 万一他就是个医生呢 再说也不能让路易斯知道 我们看到了幸存者也不去找 毕竟他可是为了找幸存者而死的 此话一出大家纷纷同意了 可因为劳拉需要人看守 维德就不能去了 而盖尔又还在恢复中 最终只凑出了三人小队 由玛丽带领 他们穿着伪装服在湖边守住戴徒 却一直没有动静 直到艾瑞卡发现湖边有一处木屋 几人这才动了起来 开着伪装车慢慢靠近 出于安全考虑 马克独自上前查看 在确认屋内没人后 才把他们也喊了进来 很快在屋内找到了尤达的头头 可以确定这就是那个神秘人的住所 通过对桌上的游戏推断 这个人的年龄应该在八到八十岁 不得不说马克的这番分析简直跟没分析一样 但这还不是最牛的 看到桌上的饮料 他又忍不住试了起来 第一感觉像是尿 为了能确定是尿 他又喝了一大口 这才得出绝对是尿 看得玛丽和艾瑞卡一愣一愣 而他们根据满屋子的玩具 以及照片上显示的个子不大 很确定是个小孩生活在这 对此马克仍有不一样的想法 强调万一是个同心未眠的侏儒人呢 气得艾瑞卡直接不想理他了 与此同时维德和盖尔也没闲着 两人来到医院寻找劳拉吃的那粒药 经过仔细对比后 找到了几个类似的 但还不能确定具体是哪个 不想用来对比的那颗药 又被盖尔混进了所有药里 这下再想找到就难了 无奈的维德只能拿着那些相似的药先回去 路上盖尔让他去电梯内帮自己拿手风情 一开始维德还不情不悦 等看到里面的惨像后 他瞬间理解了盖尔的不容易 将手风情拿回去的同时 还将盖尔最爱的模特带了回去 可把盖尔高兴坏了 随后两人又在研究药物 如今只能从劳拉那获得药物的信息 但他却一直提到圣诞老人的鸡鸡 完全和药物无关 然而在多读了几遍后 盖尔发现圣诞老人的鸡鸡发音 和一款叫做绿蛋瓶的药很像 打开瓶子后 确实和之前那利药一样 再通过医书一查 而知此药是用于治疗躁郁症和严重焦虑的 知道不是致命病后 维德很是开心 现在有要控制 只要调整好劳拉的心态 他就能稳定下来 另一边经过大半天的等待 一直没有看到神秘人回来 于是三人打算先回去 不料再回去的路上 神秘人突然出现在后备乡 一个十岁小孩 独自在末日世界生活了三年 无法想象其中经历了怎样的煎熬 在被几位幸存者发现后 他一直带着外星人头套不愿摘下 也不愿和人交流 这可把大火急坏了 不知该如何是好 而此时马克却主动想要当孩子的父亲 毕竟孩子是他找到的 他觉得凭这点就足以让他当上孩子的父亲 可大火却并不同意 觉得应该先让他适应这里的生活 至于谁当孩子的父母 还是以后再说 为了表现自己有这个能力 马克主动去和孩子聊天 试图说服他摘下帽子 但都被无视了 还没一盆热喷喷的披萨馆用 在目睹了他的样貌后 不死心的马克又开始询问孩子的名字 可还是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气得他怀疑孩子是个笼子 玛丽健壮准备换种办法 不需要孩子开口 他会说出一些常用的名字 如果是孩子只需要点点头就可以 可他说的名字要不是名牌包包 就是一些大企业 完全看不出普通在哪儿 韦德当即提醒了他 他说自己身边就有好几个叫向那儿的 还有叫亚马逊的 但重点是还是无法搞清孩子的名字 为此马克决定帮他暂时娶一个 这样大家也好称呼他 最终大伙在马克说的 十几个不着调的名字里 选了一个还算着调的名字 暂时叫他亚历克 马克为了展现自己的亲和力 主动去接近亚历克 可却碰了一鼻子的灰 但他还是在不断尝试 甚至为亚历克准备了圣代浴缸 躺在里面可以一边泡澡一边吃圣代 就是不知道这个早能洗得干净吗 马克很好地为他做了示范 结果却因为奶油坏掉整段都垮了 而亚历克也是毫不客气地离开了 接二连三的碰壁 依旧没能打垮马克 这次他打算走情感路线 拿出陪伴自己三年的好朋友家里 相依两人之间的故事感化亚历克 结果被他丢到楼下 好巧不巧的是艾瑞卡正好驾车驶过 直接将家里压扁 这对马克打击很大 伤心的他躲在屋里抢救家里 经过玛丽的开导 他觉得也许亚历克适合强硬的手段 于是换了副嘴脸去找他 可还是不管用 他甚至当着马克的面要抽烟 也就是这个举动让马克想到了一个偏照 果然当晚亚历克就跟变了个人似的 虽然还不肯说话 但却很有礼貌 不禁让大伙对马克刮目相看 然而很快他就露出了破绽 原来一切都是看在烟的份上 亚历克才愿意按马克说的做 事情被揭穿后 马克还死鸭子嘴硬 非要让亚历克自己选择跟谁 而他自然还是妄图用香烟来引诱 不过那拙劣的演技 一下就被大家发现 无奈只能把烟丢了 结果亚历克选择了艾瑞卡 可现实是自己连个这么大的孩子都搞不定 不由的让马克怀疑自己能否教好自己的孩子 好在有玛丽的认可 才让他重拾信心 小屁还无意间打开了大人的私藏视频 看得他瞬间瞪大了双眼 好在被路过的玛丽及时发现 这才将影响降至最低 此时私藏视频的拥有者马克正好也赶了过来 在得知情况后当即接过了平板 晚上马克主动来找亚历克 希望将早上亚历克看到的那些视频画面清零 然而就在这时 神志不清的劳拉却迷离乎乎地出现在身后 显然这严重影响了马克的教育计划 当维德过来后 他立马要求维德将他带离这里 维德在解释完劳拉的情况后 便时局地带他走了 第二天一早 大伙坐在一起商量亚历克的事 毕竟他已经在这待了好几天了 可他为什么就是不开口呢 大家思前想后觉得可能跟父母双亡 以及过了三年多的一个人的生活有关 所以大家想着给他办个派对 让他重新感受家的温暖 此事由马克全权负责 很快在大家的努力下 一个别出心裁的派对就准备好了 可面对大家的热情 他却显得异常平静 即使这样 大家还是很耐心地给他介绍派对上的游戏 然而就在这时 维德却带着劳拉来了 这让马克很是不舒服 两人也因此争吵了起来 吵着吵着还准备打一架 而马克显然是高估了自己 一拳就被撂倒在地 不远处却突然传来了警笛声 大家立马被吸引了过去 没想到却看到了如此温馨的一幕 随着亚历克不再害怕劳拉 维德和马克也和好如初 这是末日世界的第三场婚礼 不算隆重但也说得过去 在经历过感人肺腑的婚礼仪式后 很快来到了晚宴时刻 马克却有点宣兵夺主 在晚宴现场宣布要为自己的孩子接生 殊不知包括妻子在内的所有人 都不认为他有这个能力 让他赶紧跟马克说清楚 由自己来接生 可看着马克如此有信心 甚至已经将这个光荣的事迹 告诉了父母 马力实在不知道如何开口 但在这事关生命的大事面前 盖尔可不想马力冒险 让他将责任都推到自己身上 告诉马克是自己坚决不让他接生的 事已至此 马力只能勇敢地向马克坦白了 果然他听后非常激动 并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 而马力也按盖尔所说 将所有责任都推到了他身上 马克对此非常生气 坚持要为自己的孩子接生 于是他拿着刀去找盖尔 当然不是去杀人 而是让盖尔杀了自己 以此向盖尔表明决心 除非自己死了 不然一定要亲手接生自己的孩子 为此两人争吵了起来 盖尔更是说他没有一个是擅长 马克很是不服 让他说一个出来 没想到盖尔张口了说了五个 直接让马克颜面尽失 但他仍旧不服 是要证明给盖尔看 不过两位新人正在洞房花烛 硬是将他们拉了出来 劳拉在知道原因后 当即就要回去继续洞房 因为他根本不看好马克 老婆都走了 韦德肯定也要走 但为了不伤马克的心 他留下一句我和大家的意见一样 就迫不及待地回房间去了 虽然少了两位见证者 但也不妨按马克继续下去 他一共准备了三个项目 每一个都能说明 他已经具备了接生的能力 第一个是干净方面的 他宣称自己只要三秒钟 就能戴上硅胶手套 可实际情况是不仅用了几十秒 而且还戴得歪七扭八 很显然第一个项目彻底失败 紧接着他又开始了第二个项目 那就是测试反应能力 宝宝模型通过机器 以一定的速度朝他飞来 而他能够轻松接住 这个项目他完成得很好 可这个接宝宝和接生宝宝 完全不是一回事 显然也没什么参考价值 好在马克还有第三个项目 这个项目绝对能说明一切 不知他从哪弄来了一块巨大的果冻 在果冻里面还有一个宝宝模型 以此来模拟宝宝在妈妈的肚子里 不得不说这个还是有点像样的 只是他在实操的过程中 将果冻弄得乱七八糟 在看完这一系列操作后 玛丽也坚定地反对由马克接生 毕竟他可不想宝宝冒险 失落的马克不得不接受了大家的决定 但他仍旧没有放弃参与的机会 主动去找盖尔询问是否需要助手 在得到盖尔需要的回答后 他很是开心 结果盖尔早就有了人选 那就是曾和他合作过的维格 马克听后很是失落 好在盖尔还有点同情心 又增加了一个助手的助手 这个人选当然是马克 就在他开心不已时 艾瑞卡却大声喊道我羊水破 看来接生已经迫在眉睫 末日世界第一个新生儿即将到来 但前提是他能够顺利出生 在没有任何医护力量帮助下 只能由蓝翔毕业的厨师当首席接生员 有十年经验的货车司机当助理接生员 以及干啥啥不行的无业游民当助理的助理 就这三位组成的接生团队 怎能不让人担心 而事实也确实是这样 本来就是很紧张的氛围 怎料还有马克这个啰嗦鬼 东一句西一句 就没有一句靠谱 搞得大家更是紧张 好不容易将他支走了 结果戴上菲尔的面具又来了 想装成菲尔的样子给艾瑞卡安全感 但是他学的不三不四 反而让人更是反感 而他却全然不知 以菲尔的口吻一个一个的安慰大家 就在大家都要受不了时 劳拉带着亚历克及时出现 以亚历克需要人陪伴为由 成功将马克支走 而他则回去安慰紧张的玛丽 同样怀有身孕的他 看到艾瑞卡生孩子的样子 不由得有点紧张过度 在劳拉的安慰下 他才又鼓足勇气地来到了生产现场 此时艾瑞卡的公缩越来越强 也越来越频繁 受不了的他请求盖尔注射麻药 但这极具专业性的操作 他根本不敢下手 因为一旦搞不好 就有可能导致瘫痪 只能不停地安慰他 可持续的高强度疼痛加上紧张 直接让他晕了过去 无论大家怎么喊 他都一直处于昏迷 如果不能及时醒来 那孩子和他都有生命危险 面对这种情况 两位新手显得手足无措 只能不停地叫喊 吓得玛丽以为他已经走了 好在有劳拉一直在身旁安慰 玛丽才勉强撑得下去 在经过长达几分钟的喊叫 艾瑞卡依旧没有醒来 这下维德彻底绷不住了 激动地重复着怎么办 好在盖尔足够冷静 安抚维德的同时走向一旁的资料墙 通过之前做的笔记得出 艾瑞卡应该是缺氧 是因为换气过度造成的 只要有嗅炎就可以 幸好盖尔早准备了这些药物 再拿到艾瑞卡鼻子处闻了闻 他当即醒了过来 可谁曾想刚渡过一个难关 又出现了一个更大的 之前艾瑞卡的胎位一直很正 结果在生产时却变成了脚巢下 这种情况很容易造成孩子窒息而亡 但是到如今也只能拼一把了 可景廷两人有点忙不过来 劳拉得知后主动加入 但还差一个 在这危机关头 玛丽站了出来 经过刚才的一系列状况 她好像突然醒悟了 不再害怕生孩子 最终在四人齐心协力下 成功产下一位女宝宝 原本是非常值得庆祝的一刻 怎料马克那边却无意间 发现不远处的山头着火了 走近一看 竟是一座核电站 一旦里面的核反应堆发生爆炸 后果将不可估量 大伙在得知这个不幸消息后 一致决定先搬离这里再说 可玛丽因为刚适应了这里 也对在这里接生感到安心 所以马克不好跟她提要离开的事 只能趁她睡着之际 直接将房子整个搬走 等她醒来时 离之前的地方已经有两三百公里了 知道情况后 玛丽非常的不稳定 说着就要收拾行李离开 马克只能不停地安抚她 让她把这当作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可这个理由并不能说服玛丽 她知道这背后肯定还有其他原因 最终在玛丽的坚持下 马克只好将可能面临和泄露的真相告诉了她 玛丽这才冷静了下来 可他们也不能就这样一直漫无目的地走下去 必须要计划好去哪 于是大伙来到了最近的图书馆 翻阅了关于和泄露的书籍 得知至少要离和泄露的源头超过一百公里 可当他们翻出米国核电站的地图时 发现几乎任何地方离和电站都不会超过一百公里 唯一的安全地是他们曾住过的马里布 但是那里有凶残的戴维斯 他们可不想继续过担惊受怕的生活 最后大家一商量 决定去墨西哥定居 确定了目的地后 大伙再次踏上征程 可在半路测量核辐射的仪表突然响个不停 显然他们要去的地方核辐射很强 眼看去墨西哥也行不通 那就只能去马里布了 为了避开戴维斯的报复 他们决定到马里布找艘游艇 生活在茫茫大海上 这样不仅能远离和泄露危险 还能确保戴维斯找不到大家 这个完美的计划得到了大伙一致的认可 当即调转方向朝马里布出发 然而路上的一个颠簸 不小心将蜡烛弄翻 从而引燃了木屋 坐在房车里聊天的大伙并未发觉 直接导致木屋被烧得一干二净 等大伙看见石只剩灰烬 让一旁的玛丽心如刀脚 盖尔只好安慰到我们还会帮你再建一栋 其实完全没必要 毕竟在游艇上的生活也用不到这个 很快他们就来到码头 看着停满港口的游艇 一时间不知道选择哪艘 就在大伙纠结之际 劳拉已经登上了他最爱的游艇 并放言非这艘不上 眼看他已经决定了 大伙只好从了他 在将东西搬上船后 大伙都着急驶离港口 可就在他们庆祝即将开始全新的生活时 一直在找他们报仇的戴维斯 却突然出现 手里的散弹枪足以说明他来者不善 但谁也没想到他会被一位漂亮女士 从后面偷袭 就在大家以为危险已经消失时 没死透的戴维斯竟在将死之时 把情敌一并带走 让这位帅气的船长出场 仅仅三秒就下线了 而拉了个垫背的戴维斯 则被生气的凯瑟林乱枪送走 出于人道主义 大伙决定当即为两人举行海葬 本不该死的船长不仅有最好的果尸袋裹着 还受到了大家的尊重 至于恶人戴维斯 仅有简单的果尸袋 还是因为死相太惨 大家不愿看才给他套的 当然马克可不想就这样放过戴维斯 残忍地将他失手分离 然而这还没完 又分别将头和尸体放在不同的小艇上 朝不同的方向驶去 想让他下辈子做个无头鬼 不得不说马克这招是真的很 但没想到的是两艘小艇绕了个大弯 竟奇迹般地撞到了一起 只能说这是天意 在忙完葬礼的事后 大家才有时间听凯瑟琳诉说他的经历 这才知道他独自一人在地堡生活了三年 直到用无人机发现马里不有幸存者 才勇敢地走出地堡 一路找了过来 只是当他到这里时 大伙已经离开了 随后他就遇到了戴维斯 孤男寡女相处久了 自然而然就发生了关系 直到帅气船长出现 他又莫名其妙和船长产生了感情 因此抛弃了戴维斯 看着凯瑟琳如此花心 玛丽不由地开始担心 他会将马克勾引走 结果怕啥来啥 两人似乎聊得很投缘 看不下去的玛丽只好先离开了 可没想到凯瑟琳不仅花心 还有点低情商 竟独自一人霸占了豪华的船长套房 导致大火只能挤在那狭小的船员屋里 就在这时游艇好像撞到了什么 盖尔赶紧来到驾驶室 询问正喝着酒的劳拉发生了什么 显然他也一头雾水 毕竟被赶鸭子上架的他对游艇还不太熟悉 眼看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盖尔出于安全考虑决定抛锚停在原地 等第二天一早在检查船是否有受损 可他自以为锚已经抛下 殊不知他停在了半空中 等第二天早上醒来后 盖尔惊讶地发现船已经不知道飘到了哪里 赶紧回到驾驶室查看地图 同样发现不对劲的劳拉也赶了过来 这才知道是锚没有完全抛下 原本他们的计划是沿着陆地的边缘前进 这样就不会在茫茫大海中失去方向 可现在已经远离了陆地 完全搞不清现在的位置 但为了不让大家产生恐慌 两人决定先瞒着大家 与此同时马克正和凯瑟琳在厨房谈笑风声 两人认识不到一天 就有一些亲密的肢体动作 再加上灵魂上的契合 可以说是让玛丽恨得牙痒痒 当即找上劳拉和盖尔抱怨 没想到两人因为他抢走了船长的套房正在气头上 三人一商量决定到陆地上就把他甩掉 更没想到这话正好被路过的凯瑟琳听到 为了摆脱不利的局面 他决定率先出击 眼看发现了一座孤岛 大伙决定上岛一看 凯瑟琳知道这是最好的机会 于是他故意最后上船 然后趁马克去解开绑绳时 朝他脑袋狠狠来了一下 不料却没将他敲晕 但好在马克并未意识到他是故意的 同时大伙也都没看见 这给了他敲第二下的机会 这次马克直接晕了过去 至于大伙先是一愣 随后才反应了过来 但为时已晚了 在将皮花艇推开后 凯瑟琳立马跑到驾驶室 开足玛丽逃离这里 在确定离大家足够远后 凯瑟琳还好心地来给马克徒增长叶 毕竟他那不争气的眉梦 已经消失了很久很久 只是这五花大榜多少有点不舒服 但马克也来不及考虑这些 忙着质问他为什么这么做 凯瑟琳的理由很简单 如果自己不这么做 等待自己的僵尸被抛弃 即使凯瑟琳的理由很充分 可马克依旧不能原谅他 毕竟自己的老婆和未出生的孩子都在那上面 而此时飘在海上的几人只能往孤岛滑去 既希望那里能别开生命 但事实就是一片荒凉 就在几人不知道接下来该何去何从时 背后的草丛突然传来声响 瞬间将大火的注意力全吸引了过去 在喊了几声后却没有回应 为了搞清状况 作为这里唯一的男人 韦德主动前去查看 当他靠近草丛时 突然有人喊了句别动 韦德便乖乖站那一动不动 紧接着有只手伸了出来 在他脸上上下抚摸 不一会韦德便走了进去 这一系列操作可把身后的大火看蒙了 就在他们疑惑之际 一个满头白发的男人风一样地冲了出来 吓得大火一时不知所措 好在他只是抚摸大家的脸并无恶意 原来男人在这座孤岛生活了十几年 再次见到人类的他简直不敢相信 这才用抚摸脸来确认这个事实 原以为终于可以离开这里了 结果却被告知那艘船不会回来了 激动的心瞬间跌落谷底 虽然暂时还离不开这里 但至少有人陪了 带着他们去参观自己的寒舍 这里可以说是要啥没啥 除了一个破旧的小茅草屋外 基本就算是一块平整的地 不过这个木头人渣的倒是有几分艺术细胞 至于干什么用的大火自行体会 与此同时在船上的马克依旧被绑着 但此时他明白了一个道理 和凯瑟琳这种女人不能来应的 应该假装顺从 于是他看到凯瑟琳在附近时 故意和老朋友家里在那自言自语 透露出自己已经被凯瑟琳征服的意思 但就是不在他面前承认 马克自以为计划天衣无缝 怎料那拙劣的演技早被凯瑟琳看穿 就让他在那自导自演 眼看凯瑟琳不上当 马克只能另寻他技 只见他开始环顾四周 寻找锋利的东西 可转了一圈也没发现可用的 就在他绞尽脑汁时 突然灵光一闪 想到自己的指甲就足够锋利 就这样顺利地重获自由 但想要控制住船 还得拿到凯瑟琳手里的武器 于是他想了个吊虎离山之计 准备将灭火器丢到船的另一边 巨大的动静肯定会将凯瑟琳吸引过去 这样他就有机会拿到手枪 计划非常的完美 但现实却是残酷的 一次致命的失误 将自己陷于危险之中 好在他反应足够快 以凯瑟琳的小狗为威胁 但他忘了狗狗会游泳 在凯瑟琳的提醒下 他转而一要撕狗狗为威胁 然而凯瑟琳并不担心 他认为马克不会对这么可爱的狗狗下手 特别是在面对他那甜美的小眼神时 果然又被凯瑟琳说中 可马克也很聪明 掉个头准备从屁股下手 这下凯瑟琳毫无办法了 只能乖乖按马克说的做 就这样马克重新夺回了主动权 眼下唯一要做的事就是回去找大火 可已经好几天了 回去的路他也找不到 而此时玛丽正在海边坐着 眼睛一直盯着船开走的方向 希望能看到马克回来的身影 格伦见他情绪低落 便主动来安慰他 告诉他别放弃 只要活着就还有希望 就能等到有人从这经过 玛丽听后不忍再瞒着他 便将病毒大爆发的事告诉了他 在知道人类几乎灭绝的消息后 他顿时陷入沉思 结果反变成玛丽安慰他 在玛丽的鼓励下 格伦决定去山顶点火 虽然希望渺茫 但绝对不能没有希望 殊不知就是这把火 让马克发现了那座孤岛 第二天一早就赶到了岛上 对于凯瑟琳这个人 大伙都非常气愤 准备将他独自留在岛上 好在有马克以及格伦帮忙求情 大伙才同意带上他 但是只能待在屁花艇上 大游艇一个急转弯 直接将屁花艇上的美女甩入海中 好在有人发现 这才及时将凯瑟琳救起 看他动得全身发抖 格伦不免起了同情之心 虽然凯瑟琳之前做过伤害大家的事 但不能因为他有错在先 就不顾他的生死 在格伦的求情下 大伙这才同意他到游艇上 于是罚他负责游艇的所有卫生 而他为了尽快得到大火的谅解 主动要为大火按摩 但却没人愿意接受 玛丽更是断定他别有用心 被泼了盆冷水的他 只能乖乖去打扫卫生了 没想到格伦竟将自己的食物端到他面前 这温暖的举动让凯瑟琳感动不已 随后两人更是坐在船尾聊起了人生 夜深人静 孤男寡女 不发生点什么绝对说不过去 果然事情还是按照正常剧本发展下去了 第二天一早 凯瑟琳又主动提出要帮玛丽和盖尔梳头 结果不仅被拒绝了 还质问他昨晚为什么一直浪叫 凯瑟琳一听有点慌 经过一番思考后 找了个没人会相信的理由 说是格伦在给他布置哪里需要搞卫生 至于喊叫声则是打扫时发出的声响 玛丽对此很疑惑 问道如果只是在打扫卫生 为什么叫了一整晚 凯瑟琳只能说做了一晚上的卫生 显然两人根本不信 但既然他不想老实交代 两人也不准备揭穿 只是提醒他下次小声点 有过昨晚的激情 两人已经确立了男女朋友的关系 但凯瑟琳暂时还不想被大家知道 可格伦却不愿看着女友受委屈 于是决定带他去和大家坦白 结果刚要开口就被发现陆地这件事打断了 大伙纷纷跑到甲板上眺望远方的陆地 韦德更是被这拥有洁白沙子的海滩所吸引 直到盖尔用望远镜看了一眼 才确定洁白的沙子其实是满地的果实袋 即使这样大伙还是来到了陆地上 看着满地的尸体内心五味杂沉 格伦更是愣在原地久久不能释怀 身后的凯瑟琳见状赶紧安慰到 慢慢你就会习惯看见死亡了 不料却瞬间点燃了格伦的怒火 开始大声喊他帮自己拎包 一开始凯瑟琳还以为他想在大家面前演戏 便老老实实地配合他表演 可当四下无人之际 凯瑟琳想和他进屋激情一番 结果却被格伦拒之门外 一时间让他捉摸不透 而此时大伙都在寻找着自己的居住点 都不用出门就能解决 晚上大伙聚在一起庆祝找到了新的居住点 可当凯瑟琳出现后 却被格伦一脸嫌弃 并强调没人邀请他来 结果没想到他是玛丽邀请的 这下格伦无话可说了 但他选择了离开 这让凯瑟琳极其不理解 大声说到我们有感觉的 无论是在船头还是船尾 我都感觉到我们之间很爱电 你为什么突然就变了 格伦傻也没说果断走了 不服气的凯瑟琳立即追了出去 最终两人在小花园里说开了 原来格伦非常爱玛丽 但想到自己明天就要回老家寻找儿子 他只能故意弃凯瑟琳 知道原因后 凯瑟琳也做了个重大决定 那就是追随爱人而去 经过几天的整改后 医院变成了一个依住两用的地方 不得不说设计鬼才玛丽已经很用心了 原本沾满血迹的窗帘 已经被玛丽挑白的差不多了 至于剩下的那些是为了装饰 让窗帘显得更加活泼 至于积满灰尘的X光片 则被玛丽稍加创作 变成了一幅幅生动的话 内容不敢恭维 但创意无限 而那个看起来精美的餐桌 其实是停尸房放尸体的 被玛丽精心改良后 一点也看不出来 不得不说她将医院和家庭结合得很好 但大家似乎并不想住一起 盖尔和艾瑞卡对自己的沙滩小屋很满意 劳拉和韦德也对自己的别墅很满意 显然这让玛丽有点始料未及 大伙也看出来了 赶紧解释到好在都离得不远 就跟住在一起差不多 事已至此 玛丽也不好说啥 就在大家以为玛丽已经欣然接受了 不料大伙刚走 玛丽就来了 去以前生活在一起多美好啊 分开住会让这个团体四分五裂 足以看出她还是无法接受 然而事实却是大伙都生活得很开心 韦德和劳拉忙着度蜜月 每天换着扮演各种角色 为房市增添了不少乐趣 盖尔和艾瑞卡则围着小宝贝传 累并快乐着 只有玛丽一直纠结于此事 最终在丈夫的鼓励下 她决定主动登门拜访 同时还带来了一个礼物 玛丽叫她边走边说鸡 其实就是个对讲鸡 好方便大家随时联系 就在这时屋里传来了劳拉的声音 两人带着一货走了进去 发现几人正在聚餐 瞬间让玛丽心凉了半截 盖尔知道她不开心了 赶紧解释到他们是过来借友的 我们正好在吃饭 就顺便邀请了他们 面对盖尔那牵强的解释 玛丽根本不相信 直接气愤地离开了 第二天玛丽在盖尔门口 放了封自制报纸 想让他们了解自己身为孕妇的感受 现阶段最需要大家的陪伴和鼓励 就在这时对讲机那头 传来了玛丽即将临盆的消息 吓得两人把腿就往医院赶去 可等他们赶到时 玛丽已经自己生下了孩子 看到母子平安后 悬着的心这才放下 可当她想一堵孩子的容貌时 却被马克那满脸胡须的脸吓得半死 原来这只是玛丽和马克的恶作剧 为的就是让大家注意到自己 这可苦了维德和劳拉 正在关键时刻的两人 连衣服都没换就赶了过来 知道真相后气冲冲地离开了 回去的路上为了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 盖尔装成掉进了洞里 一开始玛丽真的信了 可随着她越说越离谱 玛丽才知道自己被骗 结果大家开始轮番骗她 然而就在玩着玩着时 维德是真的心脏病发作了 新婚烟的两人时常玩角色扮演 可偶尔玩了还好 一天玩个三四趟 是个男人也吃不消 这不曾经意气风发的维德 如今变得如同一坨肥肉 有气无力任人摆布 最终倒在去买能量饮料的超市里 好在经过非专业医生盖尔的救助下 有惊无险地捡回了一条命 维德的意外让大家意识到 还是得住一起 但这个由医院改造的住所 实在有点住不下去 最终一起搬到附近的豪华别墅里 玛丽对这里的评价是元气满满 殊不知在病毒爆发前 这里是一位女老大的家 屋子里死过的人不计其数 元气满不满我不知道 孤魂野鬼应该是不少 而自从经历过那次差点死亡后 劳拉对维德可谓是照顾有加 不仅不让他拿东西 甚至还给他准备了轮椅和帽子 为的就是保护他再次晕倒 事不受外伤 这让维德很事不适应 两人也因此大吵了一家 而玛丽那边自从搬到了别墅里 就开始忧心忡忡 觉得里面哪哪都不安全 硬是要马克将所有可能威胁到孩子的东西都包起来 然而马克却不以为然 拿着刚找到的魔方玩了起来 殊不知几年前 女老大让手下十秒钟拼好魔方 结果她没做到 当场就被女老大干掉 间接的来说这个魔方算是沾了血的 紧张过度的玛丽又担心起楼梯不安全 为了让她安心 马克也是煞费苦心 直接将楼梯改成了游乐场 既安全又好玩 但玛丽还觉得不够 让马克再把屋里检查一遍 甚至要她把仙人掌包起来 马克很是不理解 但看她那激动的样子 又不得不答应 毕竟她还怀着孩子 另一边艾瑞卡正被孩子的哭声烦到要崩溃 自从搬进了这栋别墅里 孩子就跟疯了似的 一直不停地哭喊 似乎对这里很不满 为了让孩子安静下来 艾瑞卡只好让盖尔先带她和孩子离开别墅 在车上艾瑞卡还是想不明白 孩子经历过逃离核辐射 在海上漂泊过 在孤岛生活过 甚至还见过两次谋杀 以及一次无头师对撞 都没有像现在这样闹过 盖尔一听随口来的句 可能那屋子闹鬼 艾瑞卡根本不信 当即对她进行反驳 就在两人争执不下时 差点撞上停在路边的车 得亏艾瑞卡及时发现 当然也离不开盖尔那精湛的车戟 等他们缓过来后 才发现孩子也不哭了 艾瑞卡猜她应该是被吓到了 赶紧唱歌安慰她 可没唱两句她又哭了起来 艾瑞卡对此很是无语 而盖尔似乎想到了什么 猛踩油门冲了起来 又突然急踩刹车 没想到这么一闹 孩子又不哭了 这让盖尔确定孩子是肾上腺素上瘾 只是要一直这么刺激 大人也受不了啊 然而在这栋别墅里 还有一个未知的秘密 那就是在女老大死亡后 她让手下藏在别墅里的炸弹 至今没有被找到 成为了这栋别墅隐藏的最大威胁 孕妇玛丽像往常一样睡到自然醒 可当她起身后 却惊讶地发现 传维有个孩子正看着她 没错孩子正是她的 是在玛丽睡觉时自己爬出来的 这匪夷所思的是 是让所有人都惊讶不已 但这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孩子安全地生了下来 玛丽也不用经历生孩子的痛苦 但却让艾瑞卡有点不舒服 毕竟她可是刚忍着剧痛生下孩子 看到玛丽睡一觉就生完了孩子 心中难免有点嫉妒 可当盖尔给玛丽检查时 却发现了一个惊讶的事实 那就是肚子里还有一个孩子 可把夫妻俩高兴坏了 但还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这个孩子什么时候出来 盖尔当机查询了书籍 一般情况是一个出来了 另一个也马上出来了 但就算隔了会也很正常 这下夫妻俩就放心了 可随着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大家又开始紧张了 尝试了各种物理刺激办法都没有效果 盖尔只好让玛丽服下催产的药物 但又过了几个小时 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为了能第一时间观察到孩子的情况 玛丽更是让马克钻进被子里 一待就是两个小时 实在憋不住的他只能喊来维德帮忙 夫妻俩这才得以咪了会 直到第二天早上盖尔来了 维德才得以离开 可经过盖尔的检查 思索一番后决定立即采取强制措施 但却遭到玛丽的反对 经历过这么多后 他变得异常淡定 确信孩子会平安的出来 可盖尔不能让玛丽冒这个险 坚持要采取强硬措施 为此马克和他争论了起来 两人越吵越凶 直到玛丽开口说道 凭我作为母亲的感受 我觉得孩子没问题 就让我们再静静等待一会 见玛丽都这么说了 盖尔也只好同意了 眼看已经到了晚上 还是没有动静 而玛丽则抱着孩子 在客厅不停地来回走动 盖尔和马克又不敢打扰他 只能躲在一旁偷偷看着 同时免不了说上两句 气得盖尔再也等不下去了 准备去说服玛丽 结果却被马克拦住 激动的两人 就着这个问题继续争吵了起来 越吵越大声 越吵越激烈 即使玛丽前来制止也是白搭 既然管不了 他就继续抱着孩子走来走去 忽然感受到一阵剧痛 哄得他不得不放下孩子 扶着桌子蹲下去 此时吵得正凶的两人全然没注意到 而就在他们争吵不休之际 玛丽已经淡定地生下了孩子 即使把孩子举高高 两人也还是没注意到 直到吵到要玛丽做主时 才发现她已经不在身后 开始四处寻找 玛丽则淡定来的具孩子已经出生了 瞬间让两人惊讶不已 然而随着这对姐妹花的诞生 再加上艾瑞卡的宝贝女儿 现在幸存者中男女的比例是三比七 可以说女人有绝对的话语权 但一个棘手的问题又出现了 盖尔身为玛丽的干妈 理应帮她抚养孩子 特别是在她生下双胞胎后 可因为盖尔又是艾瑞卡的女朋友 经常帮艾瑞卡带孩子 即使如今玛丽生下了双胞胎 她也还是得拿出大部分时间 去照顾艾瑞卡的女儿 这让玛丽很是吃醋 毕竟两人才是签了认养协议的母女关系 而她和艾瑞卡只是没有名分的伴侣关系 但盖尔可不这样认为 她可是准备和艾瑞卡共度余生 自然要把她的孩子当自己的孩子那般照顾 听到这里玛丽更吃醋了 只能无奈地说到我会告诉孩子们 外婆因为一个陌生的孩子抛弃了他们 盖尔只是朝孩子来的句别听她的 就轻松化解了 回去后她将此事告诉了艾瑞卡 希望她不要介意 谁曾想就是这些话 同样引起了艾瑞卡的在意 玛丽虽然说的是气话 但名分这个是确实是个问题 而她其实也一直想和盖尔能有个名分 可盖尔却认为婚姻是笨蛋才会选择的 那张纸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她的话让艾瑞卡有点伤心 直接气愤地离开了 刘盖尔在那一头雾水 直到意识到自己的话伤了她 才当即找上艾瑞卡 明确向她表示自己说的不想结婚 不是不想和她结婚 而是不想和任何人结婚 因为这是一种有缺陷的制度 说着还举了好几个例子 殊不知她的解释毫无意义 因为艾瑞卡还是没听到她想要的答案 无奈的盖尔只能不情不愿地向她求婚 但这种态度的求婚 艾瑞卡根本不屑一顾 直到晚上被孩子吵醒 一边哄着孩子 一边看着睡得正香的艾瑞卡 她突然有种很幸福的感觉 也有了结婚的冲动 于是第二天一早 她单膝跪地向艾瑞卡求婚 激动地说道 我不想因为别人的话才和你结婚 要和你结婚必须是我自己的想法 现在我由衷地想和你结婚 面对这期待已久的话 艾瑞卡开心地答应了 第二天婚礼如期举行 婚礼主持人依旧是马克 面对末日后的第一对同性恋婚礼 马克也很激动 从而有点话多 惹得两人不是很开心 但好在婚礼还是顺利地完成了 在晚宴上 玛丽一直闷闷不乐 最终没忍住上前 借着祝福的借口 实则是在责怪盖尔 说完气冲冲地跑了出去 瞬间让现场甘大不已 为了缓和母女俩的关系 艾瑞卡主动去找了玛丽 先是跟她打了感情牌 接着又提到了团结 毕竟目前人类就这么几个了 如果大家还不团结一致 那怎么去壮大人类 听完艾瑞卡的话 玛丽如释重负 主动去找盖尔跳舞 一支舞的时间 足以让两人的关系恢复如初 原本日子都很平静 直到贾斯丁来看了艾瑞卡的女儿后 她开玩笑的来了 据你这是提前来看老婆了吗 就是这句话 让玛丽那疯狂的大脑搜一下 就抓到了重点 如今只有贾斯丁一个男孩 如果她跟艾瑞卡的女儿结婚了 用非正常手段横刀夺爱 为此她特意请来贾斯丁 用美食为诱饵 让她和女儿们一起吃饭 以增进互相之间的感情 就在这时艾瑞卡来了 玛丽正好和她规划下 贾斯丁的约会时间表 因为她不想贾斯丁 被艾瑞卡的女儿独占 玛丽这不太正常的想法 让艾瑞卡实在无法苟同 留下一句 如果你要胡闹 请不要把我和女儿扯进去 这可把玛丽高兴坏了 再次向她确认是否要放弃 艾瑞卡回答后便转身离开了 一回到家就将此事告诉了盖尔 她听后也很惊讶 不过确实是玛丽能干出来的事 只是她不想艾瑞卡被玛丽绕进去 一再跟她强调别理她 可艾瑞卡明明答应的好好的 但聊着聊着又想到 万一玛丽的计划成功了 那自己的女儿不就要孤独中了 显然艾瑞卡已经有点被绕进去了 盖尔只能不停地跟她强调别绕进去 艾瑞卡似乎也意识到了 不停地告诉自己别被绕进去 然而就在她不停地重复之际 其实她已经绕进去了 另一边玛丽继续为三人制造约会空间 甚至还给不到一月大的孩子化妆了 只能说她已经有点魔争了 而心有不甘的艾瑞卡再次找了过来 强调玛丽现在的所作所为非常不正常 希望她能够立即停止 没想到玛丽却答应得非常爽快 这让艾瑞卡有点始料未及 而玛丽的理由是艾瑞卡的女儿 既然已经退出了争夺的行列 那自己的女儿们就没了竞争 那她也就没必要再特意错好了 这些话彻底刺激到了艾瑞卡 转头就送了贾斯丁一辆卡丁车 以此来博得她的好感 当然也能促进女儿和她的关系 可就在这关键时刻 玛丽又来捣乱了 想以一手做我的新郎来扰乱艾瑞卡的计划 显然她做到了 贾斯丁趁艾瑞卡分心之际 开着卡丁车扬长而去 这下彻底激怒了艾瑞卡 追到房间去找玛丽理论 就在两人刚开吵 维德却不合时宜的来找马克 结果白白挨了一顿骂 而马克这时又自己撞枪口上了 维德找她是因为他教自己 要用强硬的手段对待贾斯丁 结果不仅没有效果 还让她颜面尽失 就这样四个人你一句我一句 谁也不让谁 即使盖尔当起和事劳也于事无本 直到劳拉大喊了一声 大伙才安静了下来 这才从他嘴里得知贾斯丁对大家很是失望 劳拉希望大家能去向他道歉 不料到他住的地方 才发现他已经离家出走了 吓得大火立马分头出去寻找 马克和维德路过一座监狱时 听到里面有音乐声 以为是贾斯丁弄出来的 决定进去找他 殊不知此时一双惊讶的眼睛正盯着他们 因为卡尔是个变态连环杀手 喜欢吃人肉 在他冰箱里一直保存着新鲜的人肉 而坏事做尽的他早就被警察盯上 只不过他运气有点好 在出门遛狗时 警察正好突袭了他家 亲眼目睹后麻溜地开启了逃亡之旅 结果半路爆胎了 好在遇到了一个好心司机 帮他换了胎 可他却恩将仇报 好不容易逃到了国外 结果杀人引诱犯了 于是重操就业 以画画为借口 骗了位男人到自己家 就在他准备拿工具动手时 男人打开了冰箱 看到了里面的人头 吓得他赶紧跑了 等卡尔出来后 男人已不见踪影 意识到事情败露后 当即收拾行李跑路 就在他找了个汽车旅馆休息时 被警察抓了个正着 此时的他还想装无辜 直到证人将他指了出来 他才接受了要坐牢的事实 但好在他很幸运 刚抓进来不久 病毒就开始爆发 到他坐牢的第三个月时 整个监狱就剩他和一个狱警了 只可惜这个狱警非常讲原则 所以即使只剩他了 也没有将卡尔放走 直到半年后 他从广波纳得知某地 还有幸存者 便决定前去找他们 但他并不打算放卡尔走 因为他是个变态连环杀人犯 出去后指不定会干什么坏事 出于人道主义考虑 狱警为他准备了两个月的食物 以及一根上吊的绳子 如果想不开还能自我了断 殊不知狱警的这个决定 为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 成功从牢房出来的卡尔 却因为不知道大门的密码而出不去 为此他也尝试过翻越监狱的围栏 结果也是无功而返 只能被迫接受继续待在监狱里 可很快他的食物就吃完了 眼看没了活下去的希望 卡尔也想过上吊 然而就在这时外面传来了汽笛声 卡尔赶紧拉响警报 就这样维德和马克被吸引了进来 而他则摇身一变成为了狱警 很好的加入了幸存者团队 而马克为了给大家一个别出心裁的见面仪式 特意安排了一出惊心动魄的表演 自以为是的马克再次坐实了自己是傻屌 随后大家围坐在一起 听卡尔介绍这些年的经历 好在狱警之前有和他聊过自己的生活 于是他直接将狱警的话转述了一遍 让大家很是幸福 至于他为什么不记得大门的密码 被他用剑网搪塑了过去 同时为了让大家相信 他还特意强调自己在监狱的外号叫密码遗忘者 这个有趣的外号瞬间打消了大家的疑惑 但奇怪的人总是忍不住会暴露 这不再看到盖尔的手被烫伤后 他却莫名的兴奋 似乎对那个烫伤的伤口很有想法 在看到盖尔用邦迪包住后 他立马告诉盖尔烫伤需要冰敷 盖尔听后也觉得有道理 便将邦迪解开丢进了垃圾桶 看着邦迪上面的血迹 卡尔实在是有点忍不住 他在钢琴上不断给自己洗脑 这一幕正好被马克看到 他只能谎称自己想起和妻子的第一次相遇 当时我正弹着钢琴 听到他会弹钢琴 马克立马来了兴趣 当即邀请他来一曲 此时的卡尔只能硬着头皮上 只是那毫无规律的弹奏 是个人都知道是瞎弹的 马克却没有点破 但开始有点怀疑他 于是偷偷跟着他 看到他鬼鬼祟祟来到盖尔房间 似乎在找些什么 被马克撞破后 他只能强撑着解释说准备丢垃圾 显然马克已经不相信他的话了 质问他病毒爆发才四年 为什么你说自己在监狱待了六年 面对质疑卡尔还想继续 以记性不好为由搪塞过去 但马克不再相信他了 将这些细节记在了本子上 转头就去找大家举报卡尔 觉得他很有问题 可大家对他在识人这方面早已没了信心 然而马克却自信的很 让盖尔举个例子 结果盖尔随便一说 一个手指都数不过来 而马克所谓的证据 就是几个谎言 这对记忆力不好的卡尔来说 在正常不过 眼看大家都不相信他 马克只能想办法拿出实际证据 于是继续暗中观察卡尔 没想到竟看到他对沾满血迹的邦迪 做出如此变态行为 因为没有人证 马克担心大家还是不信他说的 便找来维德 将此事告诉了他 邀请他跟自己一起跟踪卡尔 而此事卡尔本想对盖尔下手 但没想到理智突然战胜了欲望 于是找了个理由就离开了这里 开着车误打误撞的来到了墓地 马克和维德从盖尔纳打听到 卡尔大概去的方向 然后根据车灯也跟到了墓地 结果看到了无比惊恐的一幕 挖开坟墓后 干出了有违天理之事 这一幕直接让一旁的跟踪者 吐到不能自理 而他那津津有味的样子 足以说明不是第一次了 害怕我突兀的气味会飘过去 两人当即选择撤离 可启动车子后还是被卡尔发现 但他却显得很淡定 甚至还有点如是重负 匆忙回到家的两人 当即将此事告诉了大家 可马克向来爱夸夸其谈 所以大家并不相信 其实有维德作证 大伙也以为是卡尔在跟他们开玩笑 毕竟他这个人本就很幽默 眼看大伙态度冷漠 两人只能靠自己了 很快卡尔就开着车回来了 吓得两人随手拿了件合适的防身武器 做好打恶战的准备 而其余几人则显得很淡定 一开始马克也不敢明说 先是跟他闲扯了会 然后才慌慌张张地说出 看到他去了墓地的事 原以为卡尔会狡辩 没想到他爽快地承认了 并表示自己就是识人者 这突如其来的承认 让所有人都惊讶不已 而他则终于如释重负了 为了给大伙一点反应的时间 他决定先去睡觉 等第二天再来详聊此事 说罢就回屋去了 可大伙现在哪里睡得着 拿着武器打开了卡尔的房门 要求他现在就说清此事 为了安全起见 他被五花大绑 即使这样劳拉手里的枪也没离开过 而此事卡尔很淡定 将自己曾想过吃了大火的事说了出来 大火一听很是震惊 当然卡尔并没有这么做 因为他并不想失去这经有的朋友 但是另一个自己就没这么好说话了 而他清楚地知道只要自己还活着 大家就是危险的 所以希望大家找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为此紧急召开了一个讨论会 讨论该如何处理卡尔 每当危及到大家的危险时 劳拉的嘴里只有一个沙字 但除了他所有人都不想动杀心 毕竟那怎么也是一条人命 最终决定将他送回监狱 第二天一早 在马克和维德的押送下 卡尔再次回到监狱 原以为事情将会告一段落 不料当维德出去寻找贾斯丁时 惊讶地发现监狱的大门打开了 显然卡尔又逃了出来 吓得他赶紧回去通知大家 得知此消息后劳拉进往外跑去 维德当即将他拦住 他这才不得已告诉大家 贾斯丁就躲在监狱附近 维德刚想跟他好好聊聊 卡尔就自己出现了 这次他也想明白了 不论被关进监狱几次 他都会想办法出来 只有一死才能让大家安心 所以他希望大家送他一程 可那毕竟是杀人 大家都不敢下手 眼看没有人自告奋勇 马克提议用抽签决定 可没想到抽中的是玛丽 显然他没有这个勇气 当然马克也不会让他去 就这样众人落到了马克身上 可就在他下定决心开枪时 卡尔却触发了魔方里的炸弹 自己把自己送走了 最惨的是连个全尸都没有 善良的马克考虑到他拥有两个人格 刻意为他准备了两个棺材 一个放还算完整的下半身 另一个放从现场收集到的残渣 以及破碎的眼镜 同时还以牧师的身份为他做了祷告 希望死后的他能够上天堂 下辈子投胎做个好人 贴心的玛丽更是担心他黄泉路上会乐 特意为他收集了马克的头皮屑和脚皮 全都撒进了棺材里 作为黄泉路上的干粮 接着上前发言的是艾瑞卡 对于卡尔的死他认为是必须的 只有他死了大家才能过上平静的生活 最后发言的是盖尔 他第一次夸了马克 这次多亏了他的谨慎 才让大家提前发现危险 能得到盖尔的夸赞 马克有点受宠若惊 看了眼自己准备的发言稿 满是夸要自己的话 当即有点无从开口 最终以一句你们才是英雄结束了这场葬礼 回去后的马克激动的像妻子炫耀自己被当众夸赞 那开心的不知所措的样子 像极了被一直不看好的老师夸赞是有出息的学生 而维德则终于有时间质问劳拉关于贾斯丁的事 劳拉对于自己隐瞒真相表示抱歉 他依旧很是气愤 要知道这些日子他没日没夜的出去找贾斯丁 那种担心完全无法用言语表示 但劳拉也有自己的苦衷 他只是想帮贾斯丁过上自己想过的生活 听到这句话 维德终于冷静了下来 第二天一早 玛丽收拾好物资 像之前一样给贾斯丁送不及 只是这次维德偷偷跟在后面 躲在远处观察 看到两人温馨的样子 维德也不忍心打扰 默默在一旁等劳拉回来 一见面两人又争论了起来 但这次维德不想再吵了 很有感触地说道 我非常想当爸爸 却一直搞砸此事 而你不想当妈妈 却能和贾斯丁相处得那么好 听到这里劳拉赶紧出言制止 因为他不想再继续下去 直到听到维德已经放弃当爸爸 劳拉这才长舒了一口气 但不知道是不是维德那伤心的样子 让劳拉不忍心 回去后竟突然说想要孩子 这可把维德高兴坏了 当即就要开始造人计划 却被劳拉拒绝了 他所谓的想要孩子了 只是想当孩子的妈妈 但不是要自己生 一下子把维德搞懵了 在劳拉的解释下 他才终于明白 原来劳拉是想让他找别人待遇 简直是无语至极 而他们的目标就是 刚生完孩子不到三个月的艾瑞卡 这种话要想开口太难 维德支支吾吾的半天还是开不了口 劳拉见状想帮他说 但又被维德拒绝了 因为他觉得这种事还得自己开口 结果又支支吾吾半天 问了些不痛不痒的问题 最终还是劳拉帮他开口了 艾瑞卡听后很惊讶 而维德直接就以为他不接受了 慌里慌张地讲了很多 大概意思就是向他道歉 可他的一句我还没拒绝 又让维德兴奋不已 大喊我要当爸爸 然而艾瑞卡并不是这个意思 他的意思是自己要好好想想 维德当然理解 当即坐了下来 嘴上说着你慢慢来 结果眼睛却直勾勾地盯着他 似乎马上就要得到答案 直到艾瑞卡一句得花不少时间 维德这才识趣地离开了 当艾瑞卡将此事告诉盖尔后 他惊讶地同时反问道 你应该拒绝了吧 从这句话就能看出盖尔是反对的 所以艾瑞卡即使有犹豫 被他这么疑问也不敢有其他想法 于是在吃晚餐时 单独将维德喊到客厅 没一会又回来了 从维德的表情已经知道了结果 从这天开始 维德就变得有气无力 无论劳拉怎么去讨好他 始终都得不到回应 直到他看到了玩具火车 这才从床上爬了起来 原以为是他想明白了 不料这才是他疯癫的开始 肆无忌惮地在客厅听玩具火车的轨道 和任何人交流 很快五个月过去了 维德已经变成一副 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 依旧不愿和人交流 在这期间玛丽又怀孕了 但考虑到维德的情绪 一直没有让他看见 可眼看肚子越来越大 想瞒也很难了 不料劳拉还是要他继续隐瞒 并表示会在孩子出生前 想办法提前告诉维德 事已至此玛丽只能答应了 只是可怜他挺个大肚子 还要躲着躲呢 眼看维德已经将火车的轨道 布满了整个一楼 大家都觉得是时候 想办法喊醒他了 可劳拉却不同意 他觉得维德最近还不错 还是在等等看 可当维德如同行尸走肉 从他面前走过 劳拉也破防了 无奈地说道 我试过很多办法 结果都无功而返 这时马克有了个主意 先将维德带到户外 接着告诉他 自己带孩子有多累 要是能回到以前 绝对不会要孩子 反正就是各种埋怨 有孩子不好 然后玛丽找准时机进场 说自己不小心又怀孕了 马克当即对他表达了不满 这出略显拙劣的演出 虽然没起到什么效果 但却意外让维德醒悟了 回屋后将火车轨道全部推翻 疯狂发泄完后 他终于开始冷静思考未来了 第二天曾经的维德又回来了 跟着他回来的还有好运 那就是艾瑞卡又同意跟他生孩子 只不过是通过受惊的方式 首先是想帮维德原有孩子的梦 其次是为人类繁衍做贡献 为了给维德一个舒心的地方 马克夫妻俩将自己的自卫 是腾给维德 在经过一分钟的漫长等待 二十公里赶到艾瑞卡呢 要知道在这多浪费一秒 那都是对生命的亵渎 几天后 艾瑞卡拿着验孕棒找上维德 很不幸地告诉他没有怀上 他就是觉得艾瑞卡在备孕期间不能喝酒 这就是导致没怀上的原因 两人因此大吵了起来 就在这天晚上 一个神秘人出现在贾斯丁恋前 紧接着玛丽房间传来了风铃声 结果第二天醒来时 马克惊讶地发现自己的胡子和头发紧剩一半 立马意识到是弟弟来了 随着那熟悉的声音响起 一个大大的拥抱如期而至 大家还是很关心麦克这一年的经历 其实他在发现自己流鼻血并不是因为病毒感染后 就返回玛丽部找大家 却发现已经人去楼空 直到红外探测仪发现了贾斯丁后 才找到了这里 就在这时玛丽推着双胞胎过来了 麦克赶紧上前 和两位漂亮的侄女打招呼 随后又去见了艾瑞卡的女儿 两人差点在一起了 但如今已物识人非 但是他的到来 却让维德有点反应过度 凭借麦克的颜值和幽默的个性 以及之前和艾瑞卡的关系 他坚信艾瑞卡在想要孩子 肯定会想和麦克生 一气之下干了件蠢事 麦克一看就知道是维德做的 当即找上他 同时指出了维德的问题 你能和一个漂亮的女人结婚 并且还有机会和另一个漂亮的女人生孩子 你不应该把这当作理所应当 麦克的话让维德幡然醒悟 当即去向艾瑞卡道歉 说开后的两人也忠于兵事前嫌 至于孤单的麦克 则独自在车上观察着附近的热成像情况 没想到有了意外的发现 根据温度分析应该是个人类 第二天一早 麦克便将此事告诉了大家 并决定前去寻找 但却遭到哥哥马克的阻拦 因为兄弟俩好不容易再次相聚 他不想弟弟又一个人出去冒险 在他的劝说下 麦克假装答应了下来 但一到晚上就准备偷偷溜走 殊不知马克也预料到了 早早趴在车轮下 逼着麦克无法离开 第二天一早 马克正偷偷将车钥匙藏进烟囱里 不料却被麦克撞得正正 虽然他机智地说是在修理烟囱 但还是一眼被麦克看穿 只不过他并没有挑明 准备找机会再开溜 另一边随着玛丽的肚子越来越大 以及艾瑞卡的怀孕 导致需要的物资越来越多 而附近的超市已经被他们搜刮干净了 不得不去更远的地方搜寻 可轮到盖尔和劳拉去寻找物资时 两人竟选择找出僻静的地方休息 等吃饱喝足玩够后 上演了一出贼喊捉贼的戏码 一回来就质问大家 谁拿了他们辛苦找到的物资 那精湛的演技 一般人早就被忽悠了过去 但维德可不一样 他是劳拉的丈夫 太清楚劳拉的为人了 委屈巴巴的说道 你们知道现在有两个孕妇吗 他们都需要充足的能量 你们这么做对得起大家吗 眼看已经被维德识破 两人只好招了 而维德也是一点好脸都没给 当即让两人赶紧找去 与此同时麦克正陪着马克各种疯丸 哪要是十还是被马克撞见 原来他早就猜到弟弟还是想走 只是不明白他为什么非走不可 正好借着这个机会问得清楚 而麦克的理由也很简单 他很羡慕哥哥的生活 有老婆有孩子 而自己还是孤身一人 他想找到更多幸存者 也许自己就能找到幸福了 听了麦克的话 马克终于明白了 这次他不仅没有阻拦 还决定和弟弟一起去 但麦克却担心玛丽和孩子们 殊不知玛丽已经同意了 有盖尔和大家帮忙 几天时间他还是能应付的了 临走前马克让弟弟帮他将头发剔掉 预示着一段新的旅程即将开启 然而就在他们刚走一会 在为宝宝装修房间的维德 不小心将墙体凿出了一个洞 惊讶地发现里面藏着一具尸体 就在维德惊讶不已时 艾瑞卡突然出现 维德赶紧将洞堵住 并装出在休息的样子 可一股恶臭还是从洞口飘了出来 为了不吓到艾瑞卡 维德赶紧宣称是自己放的屁 这才把他骗了出去 等他一走 维德赶紧行动了起来 三两下就把干尸弄了出来 却又发现里面还有盗墓墙 扔起锤子又是一通砸 砸开后发现里面有条密道 顺着密道来到了一个巨大的房间 里面的景象直接让他愣在了原地 厕所片刻后 还是决定告诉大家 毕竟这是瞒着太危险了 当即带着大伙来到密室 映入眼帘的是一堆现金和无数的武器弹药 足以说明这栋房子的主人不简单 随着深入的检查 还发现了几十公斤的毒品 以及一箱手榴弹 我想屋主的身份应该也无需多说了 就在这时 维德想起客厅的桌子上还有个假地雷 和这个几乎一模一样 话因为落大火立马反应了过来 当即来到客厅 准备将手榴弹处理掉 毫无经验的维德竟直接抓着拉环 就想把手榴弹拿起来 好在被劳拉及时制止 不然大家就都交代在这了 这种事还得劳拉这个经验丰富的人来干 随着一声巨响 手榴弹的危险算是排除了 但又让他们担心起屋子里还藏有武器 于是一场全屋大搜索正式开始 经过几个小时的忙碌 一共在屋子里找到75代克卡因 23捆炸弹 16个手雷 82把各式各样的枪支 36把重武器 以及5个被割下的脑袋 这些武器足以装备一支小有规模的安保队 就在大家以为危险已经解除时 艾瑞卡又在壁炉那发现了一个炸弹 一下又让大家紧张了起来 而玛丽则弹着钢琴自我安慰 突然劳拉想到钢琴还没检查 当他打开钢琴的盖子时 真的在里面发现了一个炸弹 瞬间让大伙震惊不已 因为不知道如何拆除 只能试着如何引爆 这次机器狗拍上了用场 在几次尝试后 总算是引爆了钢琴 这一而再再而三的危险 让大家产生了离开的想法 另一边马克和麦克正根据热成像图一路找了过去 可当他们来到地图上的位置时 却是空空如也 根本没有人类 瞬间让麦克心如死灰 回去的路上一直闷闷不乐 马克只能不停地安慰他 特意跟他讲述了自己独自一人生活时的无奈 想以同理心让他明白自己能理解他现在孤家寡人的心情 在马克的安慰下 麦克这才慢慢恢复了过来 可等他们到家后 看到的却是大伙在整理东西 一问才知道发生了什么 而其实麦克的热成像电脑并没有出错 那个地方确实生活着人类 只是他们生活在地下 之所以热成像会有一大片 是因为这里生活了一群人 看样子至少在百人以上 要知道这可是末日世界 能有如此规模的幸存者着实不易 然而和他们完全不同的另外几位幸存者 一直都生活在地上 此时他们正因为在别墅里发现了大量武器弹药而准备搬离这里 临走前打算将这栋危险的别墅炸掉 结果不小心将幸苦带回来的两头羊炸死 这下期待已久的羊奶和羊奶酪又泡汤了 但马克和麦克并不担心 因为他们知道有个地方还有一群羊 于是带着大家朝内赶去 可当他们到那后 羊群早就不知所踪了 巨大的心理落差让大家心情很是低落 好在一旁的果树很快吸引了大家的兴趣 这才给了马克和麦克去找羊的机会 结果两人在果园附近发现一栋房子 以为里面可能住着人类 可打开门后却根本没有住过人的迹象 失落的麦克扭头就走了 经过一个下午的寻找 两人一无所获回到了房车那 此时大家正吃着烤羊肉 没错就是那两只被砸死的羊 现在它的唯一价值也就是给大家提供一顿羊肉大餐了 大家在知道没找到羊后 纷纷询问接下来怎么办 马克的意思是要等找到羊再离开 可盖尔却不愿意 毕竟还不知道何时能找到羊 而他的酒马上就要喝完了 对此劳拉和艾瑞卡也是一样的意见 他们不会无休止地等下去 最终盖尔提出当自己的酒喝完后 就是大家离开的时候 当晚马克彻夜未眠 他再次来到果林旁边的屋子里 看着桌上的全家福 以及门框上记录孩子身高的刻度 不由地让马克想到孩子的未来 他不想孩子跟着他们四处漂泊 他想给孩子一个固定的家 但是他却没办法说服大家 第二天一早收拾好后便继续出发了 车上除了马克外都很兴奋 都在憧憬着新地方的新生活 直到马克又看到了那只流浪狗后 忽然停下了车 发疯式地往果园里跑去 不明所以的大家立马跟了上去 看着马克将昨晚埋在这的电子狗挖了出来 问他到底想干嘛 马克终于一吐而快 他不想继续这种漂泊的生活 不想每过半年搬一次家 不想孩子对家没有一个概念 更不想一直吃着过期食品 他想在这里安家 这里有果园 有还会出现的羊 有土地有房子 是大家可以一起努力建造家园的地方 听完马克慷慨激昂的讲话 妻子第一个站出来支持他 接着大家也都同意留下 为此大家拿出了烤羊肉庆祝 可就在所有人都吃得津津有味时 麦克却闷闷不乐 马克当即将他喊到一旁 知道麦克是因为孤家寡人而不开心 所以主动放他去寻找幸存者 因为只有这样他才会开心 就这样麦克独自一人踏上寻找幸存者的道路 可他刚走一会 一大群幸存者就包围了马克几人 是福是祸不得而知